我們上個禮拜跟剛剛堂課跟大家講了獨佔 我們接下來這個禮拜跟下個禮拜會講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賽局理論 可能過去有些人已經在某些課外服務聽過這個詞 可是一般我覺得台灣很多課外服他們在講賽局理論沒有談好 可能大家會不清楚這個賽局理論在講什麼 只知道這個坑 DMDA的意思都只知道這個坑 不知道這個賽局理論實際是什麼東西 我們接下去這兩堂課呢 這個禮拜跟下禮拜會講一下賽局理論的基本 那再過去再接下去呢你會有一些關於賽局理論的一些應用 也有一些賽局理論的應用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談這個策略性思考賽局理論的那個入門 什麼是賽局理論呢 在開始談這個東西之前呢 我們先跟大家從一個例子開始來講 然後大家來想一下這個例子 玩一下這個例子 可能你就會知道什麼是賽局理論 什麼就是賽局理論 可能就有點概念 我先從一個這個例子 這個是一個戰爭的例子跟大家講 一個戰例子 這個是講呢 菲斯麥海海戰的例子 菲斯麥海海戰是什麼呢 發生在1943年的3月2號到4號 1943 有沒有玩過一個叫1943的遊戲 到晚天下回1943 1943到晚天下回1943 我在塑巴問就會有人聽過 我在那個國際學生的班他問也會有聽過 1943都沒人聽過嘛 表示大家都很年輕 因為這個遊戲比年輕還要大 1943這個任天堂的一個遊戲 這個我記得是我高中的時候在玩的 1990年下去 所以大家還沒出生 1943這個遊戲 開台飛機去打戰艦 打那個日本戰艦的 那個我每次打到第二關 第三關就get over 那我在考地一下 一直一直玩 玩到最後一關 他開大電玩車 很厲害 他兩三下就可以破到最後一關 1943一個遊戲 1943這個遊戲就是在講 那個二次大戰的那個事情 在二次大戰的時候大家知道 那個美國跟日本 他們在太平洋 太平洋上扎扎實實的打了一場仗 扎扎實實的打了一場仗 那個日軍呢 那時候日本帝國海軍 他們在太平洋的擴張 其實擴張得非常非常遠 你現在都難以想像 那擴張最遠到哪裡你知道嗎 擴張到最遠就是到這裡 貝斯曼海 這個地方在哪裡 這個地方在澳洲的東北部 澳洲東北部 那個擴張到這個貝斯曼海 你看到這個貝斯曼海 在澳洲東北部 他擴張的頂點到這裡 那他們這個戰呢 這一戰呢 如果打贏呢 那時候他們就可以切斷 美國跟澳洲的人的聯繫 這個地方呢 貝斯曼海 擴張到最遠的地方 那個地方在澳洲東北部 這個島呢 看起來像大便 沒有畫 看起來像大便 這是兩個島 這是新幾內亞 新幾內亞看起來不太好看 上面那個看起來像大便 這兩個島 這兩個島 這兩個島在澳洲東北部 再下去就是澳洲 再下去澳洲 所以他如果 日軍 貝斯曼海 海戰他打贏 占領他這個島 下一步就是打澳洲了 再下面就是什麼 再下去就是什麼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他們那個 澳洲的東北邊 東北邊 像什麼 布里斯班啊 這些地方 再下一個就是澳洲 所以你知道那個日軍 那時候擴張擴張的非常非常多 這場仗打敗了 打敗後就直接敗退 兩年之內 到1945年後 就敗回日本本土了 就敗回日本本土了 擴張到最遠的地方 那 那時候呢 在這個戰爭的時候 它的背景故事 這個樣子 那時候日軍呢 已經有些軍隊在這個城市 這個叫LAE 這個城市上在打 那他在這個城市呢 剛好跟美軍啦 主要是盟軍啦 美軍為首啦 那個陷入激戰在這個城市 在這個城市 那日本呢 他們碰到這個情形 在他們那時候呢 他們那時候已經在你這個 這個上面這個東北 這個這個島 這個這個島 這個島 那這個島就要軟爆 軟爆 這個雖然很難發音 Protof 軟爆 軟爆 我可能發音也不對 軟爆 他們已經在這個城市 所以他們現在在這個島上面激戰 他們現在就要把軍隊呢 從這個城市呢 軟爆呢 運送到LA 軍增援 增援到那邊 那在二次世界大戰 大家都知道說 日軍後來為什麼會敗 其中一個關鍵是 他們的密碼被破解 他們的密碼被破解 所以 日軍那時候在這個城市 先入激戰 那他就要把軍隊 運送到過來這裡 然後運送過來這裡呢 他們計畫是 3月2號運送過去 密碼被人家破解 所以美軍知道 美軍知道 那 所以在這個戰車裡面呢 有個 剛好你就可以看到他面臨了 就是他就兩個 兩軍對陣 盟軍對日軍 日軍主要任務呢 就是要把軍隊運送到 從 爆這個城市運送到 這個地方 那美軍呢 知道日軍要把城市運送過來 他如果要確保這個城市的戰爭 能夠打贏 他就要去攔截日本的 日本的運輸艦隊 搜索 攔截 然後把他摧毀 把他摧毀 他就要摧毀 可是呢 美軍雖然破解了日軍的密碼 知道說 知道說這個 知道說這個 日軍要在3月2號來運送 可是呢 從爆到繞這個城市呢 基本上有兩條路可以走 一條是往北走 一條是往南走 一條是往南走 一條往北走 一條往南走 日軍的電報裡面指說 哪一條正員 沒有說 怎麼走 怎麼走呢 由日本的海軍降臨 我在講剛剛上面有寫 一個叫木村倉服的人 木村倉服的人來決定 他決定出海後 決定要往北走 還是往南走 那美軍呢 要來攔截這個呢 他就要做這個決定 要看日軍到底在哪裡 日軍到底是在北還是在南 他也要做這個決定 那從這個路程呢 從這個軟爆這個城市道 到這個城市路程上 大概是走三天 日程上大概是走三天 那美軍是空軍嘛 那時候那個 那個空優在美國那邊 美軍是空軍 然後他有三天時間 所以他當然可以是說 反正我日軍如果往北走 我就進去北邊看一看 北邊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知道他在哪邊 我隔天在那邊看 可是你知道 打仗的時候 時間很重要 三天運輸時間 你如果第一天沒找到 那你轟炸時間 就剩下兩天 那兩天你不見得能夠 炸得乾淨 你不見得炸得乾淨 你就損失掉一天 所以呢 美軍就必須要去拆日軍 到底往北走還是往南走 那日軍呢 引以約可能也知道說 美軍呢 破解他們力嘛 所以他們在選擇的時候 可能也必須要想說 美軍到底要往北走往南走 所以在這裡面的這個 你就看到等於是兩軍在對陣 然後呢 大家都要猜 你的牌呢 美軍的牌 就是往北或往南 日軍的牌呢 也是往北或往南 這個故事像什麼 大家有看過三國印尼嗎 曹操投到華樓道的時候 他在選說到底要往哪一條路走 二選一 諸葛亮也要去攔截他 二選一 要猜到底誰是往北走 誰是往南走 在這個例子呢 也是一模一樣 理解嗎 那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我們再加上一些變數 那個時候呢 氣象有預報 往北走的話呢 每邊是陰天 這個感覺像麵包 這是雲的意思 雲 這是雲 這是陰天 那南邊呢 是三明天 陽光浮照 陽光浮照跟陰天有什麼差別 陰天的話呢 轟炸的效率會比較差 南邊的轟炸效率會比較好 南邊的話 轟炸效率會比較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為了方便讓大家理解這個例子呢 我把那個 例子呢 我把這個例子呢 把他的那個 把他的那個情況寫下來 想像你今天是美軍 你面對這個情況 你要怎麼做決策 我把他的這個例子的報索 把他寫下來 你就想要說 如果你今天是美軍 想像你今天是美軍 你現在碰到這個問題 你要去攔截日軍 你有兩個選擇 往北還是往南 日軍當然也是 往北還是往南 不過我先從美軍開始想 從美軍開始談 美軍呢 你要猜往北或往南 如果往北走的話呢 你可能會成功攔截到日軍 可是呢 你也有可能失敗 沒有攔截到 如果你攔截到日軍的話呢 你有三天 你第一天就抓到日軍了 所以你有三天可以炸 可是因為是陰天 陰天的話呢 在那個時候技術不好 轟炸效率有差 我們假設 假設說三天時間可以轟炸 他因為效率有差 就扣掉一天 變成兩天可以轟炸 效果比較差 不過因為你抓到他了 所以你的就是 Destroy Pot 你就是 炸掉部分的 炸掉部分的日軍艦隊 如果往南的話呢 如果往北 失敗 失敗是什麼意思 失敗叫做 失敗叫做 這個日軍 日軍選北 日軍選北 選北 日軍選北 這個叫做失敗 失敗 失敗的話也沒有差 第一天沒找到而已 第二天再往南飛就好了 第二天再往南飛 那你就損失一天了 你就損失一天了 阿南邊呢 三滴北 哦三滴北 所以也是不錯啦 損失一天 可是兩天可以炸 也是有兩天可以炸 兩天可以炸呢 本來是三滴 現在剩下兩天好 就是Destroy Park 我也是把它Destroy Park 所以日軍是往南 日軍往南 日軍往南或往北 不知道 我說 如果美軍選北的話 他會面臨兩種可能 一個是成功跟失敗 那失敗的話應該是日軍選南 成功叫做日軍選北 所以美軍就成功了 美軍就抓到 抓到 那失敗叫做日軍選 日軍選南 對日軍選南 對對對 所以叫日軍選南 日軍選南 日軍選南 所以美軍就沒有抓到他 我沒有抓到 我應該用有抓到或沒抓到 那如果日軍選南的話呢 他一樣也會面臨到 有抓到或沒抓到的問題 對不對 有抓到我叫做Sucit 往南 哇 超爽的 三天可以炸 所以就是DETROY ALL DETROY ALL DETROY ALL 如果是Fair的話呢 就是日軍往北 所以第二天再往北飛 可是北邊是陰天 北邊是陰天 所以 你如果第一天往南飛的話呢 第一天往南飛的話 你趕快碰到這個風田 就是其實美軍日軍在北邊 日軍在北邊 所以你第二天就要往北飛 你就損失一天 再加一天 你再損失一天 再損失一天 所以你轟炸的 轟炸的那個什麼 轟炸的時間就只剩下一天 那我就說你就是失敗 DETROY ALL DETROY ALL Fair就是我說這個就是日軍選北 就是你沒有抓到 你第一天沒有抓到他 日軍選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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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戰力 美軍知道日軍什麼時候要運輸 那日軍呢 他有北還有南可以選 美軍呢 也是有北跟南可以選 那美軍在第一天的時候呢 他要拆日軍怎麼中 他拆對了 你就三天可以炸 可是北邊如果是陰天嘛 就損失一天 南天就是三天可以轟 如果選錯的話 第二天再飛你就損失一天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所以這種情況就可以想像說 這個情況就像是日軍跟美軍 兩個將在對戰 然後他們呢 現在要出牌 出牌往北走 還是往南走 美軍呢 也是往北走 還是往南走 這個呢 同時出牌 出牌後呢 亮了就知道結果是怎麼樣 那我現在呢 把這個 把這個報酬寫上去 如果DETROY PART 對日軍來說 對美軍來說呢 為了大家理解這個例子 DETROY PART 我都說 GET LITTLE POINT 就是他就是沒有 沒有 沒出沒贏 想像你在打電動 你現在是美軍 你就要想要北走 往北走 還是往南走 那如果你DETROY PART 我就說你就是GET LITTLE POINT 那如果你是 摧毀日軍的全部艦隊呢 就是在這裡面 你就GET ONE POINT 摧毀全部 那個 全部都沒有摧毀的話 我就說你就是損失一分 你如果DETROY PART 你就是得到零分 你DETROY ALL 就是得到一分 DETROY NOTHING 你就是損失一分 來 現在要問你 你覺得如果你是美軍的話 你會怎麼做決斷 你想像 背景大家都知道了 貝斯曼還有海戰的例子 北軍跟 美軍跟日軍在對戰 想像如果你今天是美軍的話 你覺得你要怎麼做這個決策 提督是決斷 大家有玩過嗎 沒有玩過 這個要提督要下決斷 你現在是提督要下決斷 你要下決斷 你要往北還要往南 我也要讓大家增加臨場表 我看找人來跟我玩好了 有沒有誰要跟我玩 我是日軍啊 你是美軍 你是日軍 我是美 你是我是日軍你是美軍 然後我就這樣同時出牌 我們就Action 寫在紙上面 我寫上北或寫上南 你也寫上北或寫上南 然後同時出來就同時亮 那如果呢 如果你摧毀我的 你摧毀我的部份艦隊 那我就是不得不租 大家都沒有輸 可是呢 如果我全部的艦隊都給你摧毀 我就給你一百塊 啊 如果你 你從來拿水 你就給我一百塊 然後你沒有要跟我玩 一百元 賭一百元 我拿錢出來玩好了 OK 有沒有 還是一百元 一百元 所以大家覺得 大家覺得一百元太太不夠 我們拿一千元出來好了 如果你輸的話 你就賠我一百 你輸你就賠我一百 啊如果我輸我就賠你一千 一比十 大家要不要賭 大家要不要賭 有沒有人要賭一千塊 我剛才把錢賭出來 有沒有人要玩 有沒有人要玩 一千 一百賭一千 如果你輸了你就賠我一百 啊可是如果我輸我就賠你一千 那我一千我就拿一千 在這裡 我就拿一千出來 有沒有人要跟我玩 有沒有 OK 所以你就北跟南 那你就在上面寫北或南 你不要給我看到 那我上面也是寫北跟南 因為你等於是美軍 你要選擇你要往北走還是往南走 那我也是選擇往北走或往南走 然後我們等一下你選擇 你跟我講 我們就同時亮牌 選項嗎 就是照上面條件 對就是照上面條件 如果是get little point 我就是不得不出 可是如果 如果你是 如果 如果你是get one point 那我就給你一千塊 啊如果你是get negative one point 你就給我一百塊 對 你就寫一個字 因為你的出牌就是北跟南 啊所以我也是出北跟南 理解啦 啊如果沒有玩到的 你可以去想一下 你可以去想一下 想說你要怎麼玩 想像說你要怎麼出牌 一千塊在這邊 一千塊在這邊 啊可是 輸你要給我一百塊喔 所以你要仔細做決策喔 輸你要給我一百塊喔 啊我輸你我就給你一千塊 哦那這裡我告訴你 對啊 知道了齁 知道這個故事怎麼一回事啦齁 知道這個故事怎麼一回事啦齁 你要仔細想齁 get little point 就是 不得不輸 one point 就是一千塊 那條件跟環境在這裡 那條件跟環境在這裡 你是美軍 你可以選北或選南 齁 齁 齁 那是那個不同的條件呢 決定於 就看我們 看我們最後大家怎麼出牌 齁 看我們大家怎麼出牌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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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清楚了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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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寫上去吧 齁 寫上去以後呢 那我不會看到你出牌 所以你也不會看到我出牌齁 齁 所以想好嗎 下好就要離手了 下好就要離手了 不能看到我出頭台 下好就要離手了 下好就要離手了 所以想好的話就跟我說 想好的話就跟我說 所以你決定好了嗎 決定了嗎 要仔細想 不然你不會賠一百塊 可是相對來說 會賺到一千塊 好了嗎 做決定了嗎 怎麼樣 做決定了嗎 再等一下OK好再等一下 一千塊在這邊啦 這邊OK了 OK了 好啊 那做決定了 做決定了 來這位同學叫什麼名字 什麼 蕭子祥 蕭同學OK 那我們就亮牌了 就亮牌了 好亮牌 好所以我選北 你選南 哇那你要給我一種 你選南我選北啊 所以你要給我一百塊啊 好吧那等下下個再少 好了那 所以你為什麼會選南 要賭一下 選北的話平手 那選南的話才有機會賭 OK 好這個答案不錯 我跟你說為什麼 我 我每次上課都會玩這個遊戲 所以你剛才問你學長 怎麼選 我在碩班跟博班又玩 那 我在碩班跟博班又玩 那 那個 剛剛同學選南 跟博班的學長 所以你不要 你不要想說你出一百塊很難過 可是我跟你講 博班的學長也是這樣 我之前在博班玩 博班的學長也是選南 那他們的理由也是 選北的話就是 你會賺錢的 可是他說富貴賢中球 富貴賢中球 富貴賢中球 所以就要來賭上一把 那在其他碩班的部分 大家都是選北 我跟你說為什麼 你不應該選南 要選北 這個故事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你選北的話 沒賺沒 選南的話 你覺得你可能會有機會賺到這個錢 賺到這個錢 雖然你會有機會賺這個錢 富貴賢中球 你要來賭一把 可是呢 這個賽局理論是這樣講 賽局理論是這個樣子 你在做這個決策的時候 這個其實不是賭博 你要看對方怎麼想 你要看對方怎麼想 你在這個上面 我其實故意寫成這個樣子 讓你覺得看怎樣 我其實不是 我故意寫成這個樣子 是要混淆大家 其實呢 你在這裡面 你看到說選南的時候 會有機會賺這個錢 可是因為這個是賽局 你要想對方會怎麼想 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是 其實是南這個選擇裡面 這個get 100 point get 1 point 這個點 這個是假的 日均實際上他不會選這裡 日均實際上不會選這裡 所以雖然你有這個選項 看起來你選南 才有機會賺這個錢 可是呢 事實上這個選項會是假的 因為你要考慮日均怎麼想 你要考慮日均怎麼想 當你考慮日均怎麼想 以後你就知道說日均 這個選項會消失掉 這個選項會消失掉 我玩這個遊戲玩了很多次 那我說 塑班也玩很多 選北 選北的理由也是說 因為不想冒險 因為不想冒險 我一定只有一次是一個醫生 我塑班有一個醫生來上 那個四五十幾歲 他就說 這個選項會消失掉 所以他應該要選選北 這個選項會消失掉 所以難怪人家是醫生 人家想到這個事情 他說這個選項會消失掉 因為我不會選 我不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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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學賽局理論的時候,第一次聽到這個賽局理論很豐富 我大學的時候,我大學還是已經碩士,90年代的時候 90年代的時候呢,那個我那時候,1992年的時候台灣有發生一件事情 叫台海飛彈飛機,不知道大家可能沒有聽過,因為那時候可能才剛剛出生 就是1992年台灣第一次總統大學,然後對岸呢,射了四顆飛彈到台灣來 你看那時候是這樣,射了四顆飛彈到台灣來,兩顆在基隆外海,兩顆就是西子王外面 西子王外面,那時候聽說他有漁船跑去外面看那個飛彈下來,可是沒有看到 他特地有漁船跑去外面看,就是有人,大家台灣愛看熱蟹就跑去外面看那個飛彈掉下來 沒有看到,總共射了四顆飛彈,台海飛彈回機 那時候李登輝總統就跟人家說,那時候是李登輝總統就說台灣人不用擔任這個事情 他就說,有,沒有,他說他已經準備18套劇本應付這個事情 那是不是養長也不知道,可是他說他已經準備18套劇本應付這個事情 中共說到飛彈是,這大概是1995年底的事情 1992年3月的時候他就說,不用怕,他有18套劇本去應付這個事情 那當然呢,很多媒體後來就罵李登輝說你不應該講這個東西 因為他就說,李登輝一定是派間諜區那邊,所以才知道人家有這個事情 所以就是你好18套劇本,他說你怎麼可能兩次來去就是你好18套應付劇本 然後那個人家就說,李登輝上亂講話 害我對台灣在對岸的什麼布局的這個間諜網被破滅、破破或什麼有的沒有的 然後那我拿到上那課,課上上的一個老師是那時候那個國安會的副秘書長 就是那個台灣的那個國安單位的最高層的一個老師 經濟系的老師來上課 他就說為什麼我們有18套劇本,他說根本不是媒體上講的 不是說人家什麼啊,我們有間諜我們知道人家有這個計畫 所以老早就擬,他說不是 他說他們是1992年的時候就知道中國會在1992年會打黑彈 我說哇,那我靠你還1992年就算得出來人家這個樣子 他說他們用賽局理論算的 他說他們用賽局理論算的 就是說去算說,因為雙方都是理性之利的人嘛 對不對,大家都是非常理性的,非常聰明,覺醒聰明的在算說 我會怎麼走,你會怎麼走,一步一步這樣推,推到出來 他就說1992年的時候可能對岸會打黑彈 他們就想到這個事情,所以他在有三四年時間就把18套劇本都弄完 他那時候這樣講,我看,賽局理論看不太用 金棒Gay 他那時候就這樣講 雖然那時候我就了解到說,很像是這個樣子 那我出國前的時候呢,反正就去找一些老師拜會 那時候那個老師在政府裡面當官 那他還跟我說,出國一定要學這個東西 他說那時候政府裡面,兩天年的時候點政府執政 兩天多年,兩天年到兩天一半點政府執政 他說那時候他們政府裡面很多人 對這個賽局理論很有興趣 就是可能是因為那個國安部會民主長,那個叫張榮峰 他在推國 所以可能很多人都對這個東西有興趣 都在學這個事情 他就跟我說,你一定要出國去學 可是我知道那個老師沒有學好 所以有些他的那個策略很像弄得不是很好 弄得不是很好 所以這個是賽局理論 那他們這樣講呢,其實是有道理的 就是說因為賽局理論這個東西怎麼發展呢 它的發展背景跟冷戰有關係 美蘇冷戰的時候呢,美國跟蘇聯雙方呢 都要配置那個核子彈 那很多次那個削減武器的那個談判 削減武器的談判 或是說我要增加哪些戰略武器 他們那個時候,美蘇雙方在對戰的時候 其實雙方都找到最頂尖的賽局專家來算這個東西 整個賽局理論發展是跟美蘇冷戰有點怪 這個是打仗打出來的學問 打仗打出來的學問 所以一開始我再跟你講這個戰爭的例子 因為這個學問是戰爭發展出來的 他們那時候美蘇冷戰的時候 雙方都找到最頂尖的賽局專家去算 美國算蘇聯會怎麼走 蘇聯去算美國怎麼出牌 那看起來好像是真的有些預測能力 所以後來呢 在兩岸對峙的時候 當然也找了一堆人來算這個東西 那個張宇峰可能是這個高手 那現在後來我就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他們後來有沒有再繼續這樣算 不過這個就是賽局理論 他可以給你給出一些 給你一些 相對來說算是精準的預測 如果說 那個對立的雙方都是非常理性質疑的人 那如果就算不能給預測的話 有些時候他也可以給你 給出你一些不錯的對事情 深刻精確的看法 那這個呢 我們在這兩岸的看法呢 希望能夠跟大家講些什麼東西 讓你給出一些對事情深刻的 insight 或是說 讓你能夠知道說 我們是怎麼談賽局理論 他怎麼來預測事情 他怎麼來預測事情 或是讓你對事情有些什麼更深刻的看法 好 那我們就接下來 進入具體的內容 然後賽局理論是怎麼一回事 首先呢 當你碰到一個複雜局面 像這樣一個局面的時候 像這樣一個局面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賽局理論是第一件事情 你要把這個東西呢 用賽局來表示 要把它寫成賽局 我覺得在賽局理論呢 大概學賽局理論大概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怎麼樣把複雜局面呢 寫成一個賽局 第二個部分呢 是怎麼樣在這個賽局裡面呢 再寄過去找說事情 最後可能真的結局是什麼 就是做預測 做預測 我覺得第一個部分是最難的部分 怎樣把一個複雜局面呢 把它抽絲撥點到賽局 寫出一個賽局裡面來 那這個很難 可能大家 將來慢慢累積生命經驗 你才會慢慢抓出一些端 你知道說怎麼去抽絲撥點 你抓出最關鍵的元素是什麼 然後最關鍵的元素是什麼 要告生命經驗去累積啦 不過我還是可以跟你先聽的 跟你知道說 哪些東西是重點 那可能你要抓哪些元素 那我就先來講這些東西 怎麼樣去 把一個複雜的局面 用個賽局來表示它 第一件事情是 你要確定 你要確定 賽局裡面呢 這些行動者呢 是同時在做決定 還是一步一步在做決定 我們先從最簡單的 大家同時在做決定 像這個例子裡面一樣 剛剛我們跟同學怎麼玩的 大家同時出牌 大家同時出牌 日軍跟美軍 大家同時出牌 如果大家同時出牌的話呢 我們說這個叫做 標準式的賽局 那也有依序出牌的 依序出牌這個叫擴展式 這個看看今天有沒有時間 可以稍微跟大家提一下 提一下 那大家同時出牌的話呢 這個叫做標準式 標準式賽局裡面有三個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元素 你要把它掌握好 第一個重要的元素呢 叫做Player 第二個重要的元素呢 就是說你用不同的這些Player呢 手上有哪些牌可以出 手上有哪些牌可以出 第三個呢 是大家出完牌或者報仇是什麼 大家出完牌最終結局的報仇是什麼 報仇是什麼 Player Player就是這裡面的關鍵的人是什麼 他有些 有些ID在後面關於 你怎麼去找Player 這個Player是這樣 就是說什麼是Player 透過行動可以影響結局的行動 他可以透過行動 可以決定整個結局的人 透過行動 影響結局的人 影響結局 就是在這裡面的關鍵的人物是什麼 Player 在一個局勢裡面呢 哪些人是透過他的行動 他的出牌 Action或Move 可以影響結局的人 這個叫做Player 你覺得這種可能很簡單 在這個歷史裡面 誰是Player 日軍的那個將軍 跟美軍的那個將軍 日軍的那個小兵 在船上面那個小兵 說是Player 很顯然不是 美軍 轟炸機飛出去的那些飛行員 是不是Player 顯然也不是 在這個例子裡面 就是日軍跟美軍的那個將軍 你覺得有些時候找一個複雜局 是Player可能很簡單 可是我會跟你說Player 其實不是很簡單的 一定是 identify一個局勢裡面 誰是重要Player 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舉例來說 美中台 美中台三方互動這個賽局 你覺得台灣是不是一個Player 很多人覺得不是 很多人覺得不是 當然我們覺得是 可是很多人覺得不是 所以identify Player其實不是一個容易的東西 很多人覺得是 台灣是不是可以透過行動來影響結局 或是我講另外一個 北韓 北韓 南韓 中國 美國 蘇聯跟日本 六方會談 那個北韓核武危機 六個參與者 對不對 那個 美中 日 蘇聯 北韓南韓 請問你覺得 中國跟北韓是不是Player 是嗎 那南韓呢 南韓你覺得他是不是Player 日本呢 你覺得他就是Player 所以決定Player identify一個局勢裡面 誰是關鍵人物 誰是重要的人物 這個不容易 這個不大容易 慢慢你可以透過那個 經驗去累積他 可是你知道 如果你要寫成一個賽者的話 第一件事情 你要identify這個事情 誰是Player 誰是Player 那在這個Lease裡面 在這個貝斯曼海戰 這個Lease裡面 其實很簡單 Player就是什麼 美軍跟日軍 美軍的將領跟日軍的那個將 下決策那個將 要做決斷的那個提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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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軍跟日軍 美軍在這場仗裡面 那個美軍的將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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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日軍的那個將 叫做木村 叫做木村 所以在上面那個例子裡面 Player 是美軍跟日軍 Player 是美軍跟日軍 那 X群或木屋是什麼東西呢 X群跟木屋就是 對這個Player來說呢 他們手上有哪些牌可以打 手上有哪些牌可以打 你手上有哪些牌可以打 在這邊例子很簡單 美軍的牌是什麼 北跟南 剛剛我跟大家玩 這個東西 北跟南 北跟南 所以美軍的例子呢 美軍的牌呢 美軍的牌呢 就是北邊 北邊 日軍的牌呢 就是南邊 sorry 美軍的牌是北邊跟南邊 日軍的牌也是北邊跟南邊 他們兩個都有這兩個牌可以打 美軍的牌是北邊跟南邊 日軍的牌也是北邊跟南邊 所以你決定誰是關鍵人物以後呢 你就要決定說 他們手上有哪些牌可以打 手上有哪些牌可以打 我把他寫下來 我把他寫下來 player呢 手上有哪些牌可以打 手上有哪些牌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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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找出了player action以後呢 第三件事情就是要找出說 在不同結局之下呢 根據他們的這些互動呢 根據他們的這些互動呢 得到不同的結局 不同的結局以後呢 對不同的player所造成的損害 或是所得 所造成的損害或所得 所得 所得 這個就是pay off pay off pay off有些時候 不是很容易抓得出來 pay off有些時候 不是很容易抓得出來 我剛剛說 player不容易還在這裁 不同的player呢 他們手上有哪些牌 其實你也不是很清楚 有些時候你也知道搞清楚 然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pay off呢 也是一樣 對不同的這些玩家 他手上 他們在不同的結局下呢 對他所造成的損害或所得 後面的人看得到嗎 這個比較模糊 所造成的損害或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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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欄比沒什麼水 所造成的損害跟所得是多少 有些時候 這個地方我要強調點頭 有些時候 那個對不同player 所造成的損害跟所得 不是那麼明顯 舉例來說 我剛剛講六方會談 六方會談 美中 Sorry 美中、蘇聯、日本、北韓、南韓 這就是國家的六方會談 六方會談裡面呢 其實我不應該用國家來看 我應該用各自領導人 各自領導人 比像北韓 北韓領導人是金正恩 金三胖 金三胖 對北韓有利的事情 是不是一定對金三胖有利 很難說 很難說 所以我要講的是這個事情 pay or 如果有些時候 顯然是對北韓有利的事情 不見得是對金三胖有利的事情 這個東西要把大家搞清楚 同樣的 對中國有利的事情 是不是一定對習近平有利 這個很難說 這個很難說 所以有些時候你要搞清楚 對不同的pay or 他們所造成的損害跟所得 那個東西比較容易理解嘛 比如說你拿民主國家 對 對美國有利的事情 是不是一定對美國總統有利 可能不見得 對不對 可能不見得 對不對 他可能想的是他能不能繼續當選 他可能想的是 他能不能繼續當選 跟對整個美國整體 是不是有利不見得 那金三胖跟那個習近平也是一樣 他想的是什麼 他可能想的是鞏固政權 那鞏固政權的話 這件事情不見得對 鞏固他的政權有利 對不對 所以你要搞清楚 我覺得說 對這個國家有利 不見得是對他的這個 這個很有利 所以如果我們把六方會談 簡化成六個各自領導人 普丁、金三胖 然後那個習近平 然後美國歐巴馬 日本的安培 跟南韓現在要被趕下台這個 這個總統 因為他們要被趕下台 所以我忘記他就有什麼名字 對這六個人來說 像要被趕下台那個 他可能不是player 對把他ro out 掉 然後對金三胖 還有習近平 普丁 普丁到底是總統還是總體 如果也搞清楚 他就算他是總統 就算他是總理 你也知道那個總統是虛偽的 真正實權者還是總 還是普丁 所以那個 所以在蘇聯呢 就算普丁當中 那個總統 可能他也不是player 好了那一樣呢 普丁對蘇聯有利的 對俄羅斯有利的 不見得是對普丁有利 同樣是這樣 他對習近平有利的 也不見得是對中國有利 對不對 習近平如果想的是鞏固政權 搞不好他希望是趕快把他底下那些 那些在亂的那些像 叫去北韓死一死 他搞不好想的是這個事情 打他教育北韓死一死 可能對中國不利啊 可是對國務他政權有利 金三胖搞不好想的 也是這種事情 所以我要搞清楚 pay off 不同結局 像對不同player 所造成的損害跟所得 有些時候 你要講話 你把他癌症理解出來 那過去在美蘇冷戰的時候 他們在想美蘇兩邊對立的時候 像這個player 找出player 找出他有哪些牌可以出 找出說這些不同的 不同的結局 對這些不同的player 他的準態或所得 他們真正care的事情是什麼 這個就是CIA的工作 就是CIA的工作 有一本書 有一本書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 那個他以前就在CIA做事 他有幫CIA做 他就說 他們怎麼去identify這些事情 他們怎麼identify這些事情 這個書在國客來找得到 這個書在國客來找得到 這個叫做 預測工程師的遊戲 這本書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整本書呢 都是這傢伙在吹牛 吹說他多厲害又多厲害 衛股天之相處可量一樣 可是呢 他裡面有跟你講一些 他們怎麼去找出player 找出 他裡面有跟你講說 他怎麼去找出player payoff跟action這些東西 他給我給你一些hint 這叫做經濟學家 他是經濟學家 他也是政治的 就是經濟政治兩行中 做的那種東西 他就是賽局率很高雄 賽局率很高雄 好啊 那我們呢 知道player 知道action 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就把這個 用這個 用貝斯曼海戰的例子 把他當成例子 然後把他寫下來 把他寫下來 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 這個 這個 action 跟power 我們把他畫下來 我們把他寫下來 所以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如果你現在已經知道了 pair 就是美軍跟日軍 option 就是北跟南 pair pair 我剛才已經寫下來在這裡 little point little point 1 我已經寫在這邊了 所以我們就把他寫下來 所以剛剛那個 貝斯曼海戰的那個例子呢 我把他 我把他 寫成這個 我把他寫成那個gain 就可以把他寫成這個樣子 把他寫成這個樣子 一邊的是日本帝國 日本帝國 日本帝國呢 他有兩個選項 北跟南 然後另外一邊是美軍 或是盟軍 盟軍 盟軍 然後呢 我們說到說 我們說 剛剛有說 如果兩邊都往北走的話呢 兩邊都往北走的話呢 兩邊都往北走的話 美軍往北 日軍往北 你們 get a little point 那我也沒有損失 所以是零跟零 零跟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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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美軍往南 日軍往北呢 美軍往南 日軍往北 那就是這個 Destroy nothing 美軍損失1 日軍呢 就是賺1 賺1 就是這個 那如果 美軍往北 日軍往南呢 美軍往北 日軍往南呢 一樣 大家沒有得失 就是零跟零 那如果美軍往南 日軍往南呢 那就是 Destroy all Destroy all Destroy all 所以美軍呢 得到1日軍 就往服贏 就往服贏 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 Pair of Player Action Pair of 全部identify出來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 一個這個 叫做Normal Phone Game 這種叫做標準式的賽局 這個叫做標準式賽局 Normal Phone 叫做Normal Phone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好 這個裡面呢 有四種結局嘛 對不對 美軍選北 日軍選北 美軍選北 日軍選南 美軍選南 日軍選北 美軍選南 四個結局 四個結局 每個結局都有 對美軍跟日軍的Pair of 的報酬 通常我們在Normal Phone裡面呢 在每一個結局裡面呢 每一個結局的第一個數字呢 都是左邊這個人的報酬 你要搞清楚喔 在考試的時候呢 通常我會給你這個Phone 然後叫你去找結局 那你都知道 哪個數字是表示誰的 第一個數字呢 是美軍的Pai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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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個呢 這個是日軍的Pai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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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Pair of 寫下來 那這個呢 就叫做標準式賽局 這個就叫做標準式賽局 好 再來這個就是賽局的第一步 通常我們大概第一步就講到這邊啦 因為 你要把一個複雜局面換成那個 抽屍波檢把關鍵的東西 還真的擺出來其實不大容易 不大容易 那這個問題要到大家慢慢揣摩 等一下呢 我們就要來說 如果你把這個東西找出來 我們怎麼樣來找事情的結局 來抓事情的結局 有沒有問題 這個部分 沒有啦 沒有的話 我們就先暫時休息五分鐘 然後剛剛那個同學 記得來找我一下 我進來找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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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最有名的一個辦法 這個叫做Nash Cullivan Nash Cullivan 這個Nash Cullivan 是一個叫做 John Nash的人提出來的 John Nash的人提出來的 John Nash John Nash可能很多人有聽過 因為他是一部片的主角 美麗境界 1994年的諾菲爾 1994年的諾菲爾 諾菲爾獎得主 John Nash 1994年的諾菲爾獎得主 有傳言是這樣子 John Nash 他發展出這個Nash 那個Nash均衡 雖然是賽具裡面 非常重要的基礎 那有傳言是說 本來大家要給他諾菲爾獎 可是因為他年紀還不夠大 我們這個諾菲爾獎 比較是在班資歷的 他年紀還不夠大 本來想說沒有打算 他們找我班給他 可是因為他是神經病 大家知道 看美麗經驗就知道 這叫做神經病 他們怕說如果太晚 幫給他 他到時候在班獎之年 他就很遺憾 所以就想說 好吧 那最早早 幫給他1994年 然後在1994年 羅伯爾經濟獎 叫做John Nash John Nash John Nash他說 當你碰到 這樣一個局面的時候 你怎麼樣來預測結局 你怎麼樣來看 你怎麼樣來看 什麼是可能的結果 可能的結果 他的概念 從這個均衡出發 所以我們這個 這個叫做Nash均衡 什麼叫均衡 大家回想 我們在其中考後的這場課 我們講均衡 什麼叫均衡 在市場裡面 我們講工需均衡 工需均衡 是什麼意思 買方跟賣方 買方跟賣方的影響力呢 是均利益 對不對 大家達到平衡 然後呢 我們說 那個均衡 的情況下是在 沒有外力的影響下 買賣雙方的影響力 是均利益 在沒有外力的影響下 大家都沒有用 去改變他的行為 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有講均衡 對不對 我們說如果有超額供給 有超額需求的時候 有超額供給 有超額需求的時候 的需求的時候呢 雙方都會有意願 去改變他的行為 所以呢 價格就會一直不斷的波動 等到雙方都沒有意願 去改變他的行為的時候呢 價格就會維持在那邊 數量也會維持在那邊 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講均衡 均衡就是 在沒有外力的情況下 在沒有外力的情況下 大家都沒有優勢去改變他的行為 所以他就說 你就可以用這個觀念 來想這個賽局的結果啊 對不對 我知道日軍跟美軍 日軍跟美軍呢 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有四種可能的結果 對 有四種可能的結果 那如果有個結果是這個樣子 然後有個結果是 四種結果 你不要管他 大家怎麼到那個結果 可是呢 只要知道說 他到這個結果以後呢 雙方都沒有優勢去改變他的行為 那這個結果是不是可以一直hold住下去 你可以想一下 齁 他們今天不是打一次仗 打幾百次的仗 可以去一點打幾百次的仗 第一次呢 大家都隨便亂選 大家都隨便亂選 剛剛開始大家隨便亂選 選錯的話呢 哇 這個集中有一邊就覺得說 我選錯了 我要改變我的行為 然後呢 就一直改 到最後大家都不願意再動了 那你看看 如果大家都不願意再動 那個結果是不是就可以hold住下去 你不管結果是怎麼樣 你跳過前面幾步 時間夠久了 你可以發現說 大家到最後都會到那個結局去 理解我的意思嗎 你想像大家打幾百場仗 不是打一場 打幾百場仗 剛開始大家都亂選 選錯的話大家就會有優勢去動 有優勢去改變他的行為 一直改變改變 改變到大家都沒有優勢去改變他的行為之後 這個結果就一直hold住下去 所以你知道 只要一件事情 時間夠長 你一定可以看到某個結局 那個結局是 會一直永遠的hold住下去 為什麼會永遠的hold住下去 因為沒有人有優勢去改變他的行為 John Nash他就說 你可以這樣來想這個事情的結果 四種結局 你去看哪一個結局是 大家都沒有優勢去改變他的行為 如果大家都沒有優勢去改變他的行為 你就可以想說 這個結局一定可以永久的hold住下去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猜測一個事情的結果 你要猜測一個事情的結果 你知道那個結果是 只要大家到那邊去 大家會不會動 其他結果呢 大家都會改變 大家都會有優勢去改變他的行為 所以你知道說 那個事情絕對不會是結果 因為大家都會有優勢去改變他的行為 所以那個結果就會一直動來動去 一直動來動去 直到說 大家都覺得非常滿意 都不會動的那個結果 那你就知道說 這個就是事情很可能的結局 John Nash說 他從這個角度來想這個問題 John Nash還有 他提出了那個Nash軍 他有很重要的很強的特性 這個特性是這樣子 這個我稍微跟大家提到一下 因為這個特性比較複雜 這個特性是說 他有存在性 什麼叫存在性 John Nash提到的那個Nash軍 也就是說 他說 他的這個概念的這個Nash軍衡 他是說在任何一種賽局 不管你配合什麼變化 不管你多少player 在任何一種賽局 一定都會存在這個Nash軍 所以這個非常的厲害 因為當初人家發展賽局的概念出來之後 有提出各式各樣的均衡的概念跟想法 可是有些均衡的概念想法 是在某些賽局裡面他就不見了 就是他就沒有這個東西 你找不到那個結局 John Nash的這個Nash軍衡 在各種賽局裡面的 都可以找得到那個結 都可以找得到那個結 所以這個非常厲害 那當然他的那個結概念 是比較複雜的版本的 我們知道課不會講那麼複雜的版本 不過anyway 這個東西比較複雜 你知道有這樣事情就可以了 回到我們在前面講那個Nash軍衡 他的概念就是說 從事情的結局來看 看哪一個是什麼 大家到那個結果的時候 都不會有優惡去改變他的行為 說這個就是Nash軍 好 那我們就把他的概念來實現看看 看他的概念講的是什麼一回事 首先呢 你可以想想看 假設今天日軍跟美軍 他們是亂選 亂選 你可以想像他們今天在參謀作業 美軍跟日軍後面那個 他們在做決定的時候 後面也就是參謀在做作業 就是在 可能沒有當過兵不知道什麼叫參謀作業 就是說可能他們在做決策的時候 後面都有些軍官在幫他想各種可能的結局 結果是怎樣都在分析 分析完後畫出這個表出來 畫出這個表出來 那假設呢這個美軍跟日軍 他們就會想說 好我下決策的時候 我是指彩指亂選 假設我是指彩指亂選 好大家都選南 南跟南 假設大家都選 都指彩指選到南跟南 好如果你到這個結果 請問美軍跟日軍 會不會有優惠軍改變他的行為 如果對 對日本人來說 對美國人來說 誒我得到這個南了 我得一 如果日本都是走南的話呢 我不會從南改到北 我不會從南改到北 所以他沒有優惠軍改變他的行為 可是日本呢 我選南我是-1 那如果日本 美國也是選南的話呢 我選南是不是比較不好 對吧 所以如果日本 他們亂選 大家都亂選 想像大家都亂選 指彩還是亂選 美國選南 日本選南 所以大家到了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是 日軍會被轟炸 全部摧毀 美軍得到1 那在這個情況下呢 日本如果 given 給定美國選南的話 日本有沒有優惠軍改變他的行為 會 會改變他的行為 所以他會移動到這裡來 改成 改成 改成選北 改成選北 好 可是呢 如果是 美國選南 日本選南 日本會有優惠軍改變他的行為 所以他會爬出來 到另外一個結果 變成日本選北 美軍選南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到這個結果以後呢 雙方有沒有意願再改變他的行為 日本如果走北的話呢 美軍選南 美軍得不一 日本得一 美國有沒有意願再改變他的行為 會 那他會選 他會選擇到北 選擇到北 選擇到這裡 選擇最後到這裡來 如果美軍選北 日軍也選北 雙方還有沒有優惠軍改變他的行為 給定日本選北 美軍選北 會比選南好 對不對 所以如果美軍覺得日本選北的話 他有沒有優惠軍改變他的行為 沒有 他不想動 那如果美軍選北 日軍也選北 的話呢 日軍有沒有應該從北再移到南 沒有 因為這時候零跟零一樣好 一樣好 他覺得fine 他也不會動 那這個呢 就會是match 均衡 理解我意思嗎 這個結果就是在這裡的時候呢 雙方都沒有優惠 再去改變他的行為 雙方都沒有優惠去改變他的行為 給定日本選北 美軍 不會選改變他的行為 那給定美國選北 日本也不會去改變他的行為 你在想這個事情 有一個東西要注意喔 我說沒有優惠改變你的行為 是這樣子 假設對方已經選到這個步數 出了這招 你呢 要想說 你有沒有優惠改變你的行為 你不會想說 你改變你的行為 對手同樣改變他的行為 你不可以這樣 這樣叫做 這樣叫做一廂喜悅 你要想的事情是這樣 內軍人想是說 你沒有優惠改變你的行為 是說假設對手出了這一招 我有沒有優惠改變我的行為 你不會想說 搞不好對手會換啊 不行 你這個叫一廂喜悅 他會換到哪裡 你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比較保守這樣 就講到他出這一步了 那我有沒有優惠去換 沒有的話OK 那我就不動 那如果說 我出了這步 對手有沒有優惠改變他的行為 對手也是這樣想 給定 他也不會想說 我會隨便亂動 他想說我也出了這招 他能有沒有意願要動 如果他也沒有意願要動 OK 那這個就是 大家都沒有意願 要改變他的行為 那這個就叫做內軍軍人 沒有優惠去改變他的行為 是因為 給定 對手 走這個策略的時候 我選其他策略 會比我現在選這個策略還好爛 不過我現在選這個策略 是給定對我走這個策略的時候 我這個策略是最好的 那我就沒有優惠去改變他的行為 沒有優惠改變行為 背景是 Base on Pay off 的比較 Base on Pay off 的比較 我這個策略是最好的 為什麼 給定對手選這個策略的時候 我這個策略呢 是比我其他二策略還要好 那相對來說 如果我的這個策略呢 是對對手的策略的最佳回應 那對手對我這個最佳策略的回應 也是他的最佳的回應的時候 那我就說大家都沒有用一句改變的行為 這個就叫做內訊軍人 這個就叫做內訊軍人 你可能講說我講這個有夠複雜的 有夠複雜的 簡單來說 你可以用這個口訣來背 就是最佳策略對最佳策略 所以當然大家都不會有優惠去改變他的行為 最佳策略對上最佳策略 最佳策略對上最佳策略 我出了這一招 當我在這個美軍走北 日軍走北這個結局的時候呢 對美軍來說 給定日本走北 我走北是比走南好 北是對日軍走北的 美軍出北這張牌 是給定日本出北這張牌的時候 最好的回應 那美軍出北這張牌呢 是 OK 我這邊有點想繞口令 我再轉來一次 美軍出北這張牌 是給定日本出北這張牌的時候 最好的回應 給定日本出北這張牌的時候 美軍出北這張牌會比出南這張牌好 北這張牌是對日軍出北這張牌最好的回應 那給定美軍出北這張牌呢 日軍出北這張牌呢 是比出南這張牌好 北這張牌呢 日軍出北這張牌呢 是美國出北這張牌的時候 最好的回應 是北這張牌 所以這個是最好的回應 對最好的回應 給定美國出北這個牌呢 日本出北是最好的回應 對美國的最好的回應 美國那個最好的回應呢 給定他出最好的回應 日本出最好的回應 是對美國這個最好的回應 最好的回應 來看一下 就是這樣 很難 我每次面都會混淆 每次面都會混淆 所以這個就是Nach軍衡 最好的回應 最好的回應 你看這麼複雜 考試的時候怎麼找 有個快速的找法 可以跟大家講 這個叫做Undesclomesso Undesclomesso 找Nach軍衡呢 如果你用這個最佳追最佳回應 這是口訣 你可以知道它的概念是什麼 可是如果 因為我剛剛最好回應 就最好回應 這樣子搞 你很容易把自己搞到 你很容易搞到 那個舌頭打結 然後搞到舌頭打結 然後 好 Undesclomesso 怎麼說呢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來找 找這個Nach軍衡 找Nach軍衡 這個大家要學會 這個 這個在找呢 幫你找Nach軍衡 非常非常快 非常非常快 然後呢 這個 考試的時候 我一定會考 找Nach軍衡 所以你這個方法一定要學會 那也很簡單 他的概念是什麼 大家不會想 Nach軍的概念是什麼 當到某個結局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優異 去改變他的行為 對不對 為什麼沒有優異去改變他的行為 因為是 Given對手出這個牌的時候 我對他的回應 是最好的回應 那我的這個最好回應呢 Given我出最好的回應的時候 他的回應 對我的這個回應 也是他的最好的回應 他也是最好的回應 所以是最好的回應 對最好的回應 對不對 我剛剛是怎麼想的 給定對手出不同的牌 我出最好的回應 那我的最好的回應呢 也是 他給定我出不同的牌 他的回應 對我的回應 也是最好的回應 所以其實你可以從這個idea看來想 第一 先想說 給定他不同的 出不同的策略 啊 我每個給定他出不同的策略的情況下 我去想說 我最好的回應是什麼東西 啊你其實打仗做參謀作業 也是可以這樣想 對不對 給定你對手出第一張牌 我最好的回應是什麼 給定他出第二張牌 我最好的回應是什麼 給定他出第三張牌 我最好的回應是什麼 對不對 然後再想說 他可能會出哪一張牌 然後我在想說 所以我最後要出哪一張牌 對不對 你可以這樣來想啊 所以 underscore method 基本上也是這樣來想 好第一個 我們就先這樣來想 先從美國人開始來想 好 給定 基本 如果今天日本人出牌 他出北這張牌 對美軍來說出北這張牌 還是南這張牌 好 出北得零 出南得負一 所以是出北 OK 那如果是出北比較好 你就用那個 我用綠色的筆 我就在綠色筆上面 給他呢 打個底線上去 給他打個底線上去 你要給他戴軍帽子也可以 長大不要被人家戴軍帽子就好了 好 把他畫個底線 北畫上去 給定日本出北 美軍呢 出北會比出南好 畫上個綠色的底線 基本日本如果出南 美國最好的回應是什麼 出北還是出南 左北還是選北還是選南 選南 所以我就給他畫個底線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呢 給定日本如果出北這個策略的時候 美軍是出北這個策略比較好 如果日本是出南這個策略的話 美軍是出南這個策略比較好 所以你就知道說他有個 根據本人家出同的策略 我的最佳的 最佳的出牌是怎樣 好 那我們現在倒過來想 現在要想日本人怎麼想 要想日本人怎麼想 好 如果美軍出北這張牌的話呢 對日本人來說 他是出北好還是出南好 一樣好 找那群軍團就用 Underscore Vitals有個東西要注意 一樣好的時候呢 兩個底線都要畫上去 一樣好的時候 兩個底線都要畫上去 兩個底線都要畫上去 一樣好的時候兩個底線都要畫上去 一樣好兩個都要畫 這個要注意 這要強調 這個跟Tutents軍團的定義有關係 這個定義比較複雜 我就不寫了 我就不把它寫下來 因為那個數學是寫下來才給灰體 他跟他定義有關係 Underscore Vitals 一樣好的時候呢 兩個節道寫下去 一樣好的時候呢 都要畫底線都要畫底線 都要畫底線 一樣好的時候都要畫底線 一樣好的時候都要畫底線 Underscore Vitals 一樣好都要畫底線 所以給定如果美軍選南的時候呢 日軍選北好還是南好 如果美軍選南的時候 日軍選北會比選南好 選北會選南好 所以你就看到一個 你就看到什麼事情 你就看到這四個結局裡面呢 有一個東西它是兩個底線都有的 這個呢 在這裡 在這裡 所以這個就是內軍軍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什麼 給定美軍選北的時候 日軍選北是最好的回應 那給定日本選北的時候 美軍選北也是最好的回應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互為最佳策略 所以這個就是內襲軍衡 這個就是內襲軍衡 理解嗎 所以這個就是內襲軍衡 它的內襲軍衡就是這裡 內襲軍衡就是這個地方 北軍也選北日軍也選北 美軍也選北日軍也選北 所以剛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呢 大家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到 我呢 是日本 選北 跟選南 我已經 我一定選北啊 我知道這個軍人在這裡 選北對我來說是最好的 歷史上的結局是什麼呢 歷史上的結局在這場仗裡面 歷史上的結局就是 日本往北走 美軍也往北走 所以你就知道 他這個 在做這個決策的時候 後面都會找一堆人去算 都會至少找差不多作業 一堆軍官在後面去算說 去分析這個怎麼做決策 所以最後歷史的結果 結果呢 就是這個 歷史的結果是 日本往北走 美軍也往北飛 那結論就是說呢 那個 日本呢 他們呢 它那個歷史的結局是這樣子 他們的那個 船隊的全毀 可是軍隊有成功送上去 軍隊有成功送上去 他們有把部隊送上去 那可是船隊全部被摧毀 那 可是他有把軍隊都送上去 不過呢 因為軍隊送上去呢 最後美軍在當地還是奮力抵抗 奮力抵抗 所以最後日本還是沒有把那個城市打下來 所以這個就是我說這個 在太平洋戰爭的時候呢 日軍擴張的最極限 就是到這個地方 他們軍隊有送上去 可是最後當地美軍的那個 那個人呢 美軍的盟軍還是奮力抵抗 所以還是把這個城市守下來了 那 日本後來就從這邊開始解決拜 歷史上就是這個 所以這個 NASH軍堂就跟你講了這個事情 我跟你講 雙方都是理性智力的情況下 他們會走上去看他們的結果 好啊 有沒有問題 這個 找NASH軍堂 我們用Hunger School Meister 我們再用另外一個例子 大家來做一下那個 大家來做一下練習 大家來做一下練習 這個例子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 這個例子是這樣子 就想像今天有兩個人 兩個人 卡爾跟這個John 卡爾跟這個John 然後這個 要一起一起搬 一起搬家 一起搬書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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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搬一個大書櫃 這個例子是這樣子 這個例子是這樣子 那 卡爾跟John兩個人呢 這個例子是這樣子 兩個人一起搬書櫃 大家有一起搬過家具 應該知道怎麼一回事嗎 你跟你朋友 假設你是卡爾那個 你朋友就是John 兩個一起搬書櫃 搬書櫃是什麼 喊123大家一起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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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有兩種結果 喊123用力的時候 兩個人都一起用力 也可以123的時候 大家都假裝用力 真的用力跟假裝用力 兩種 所以大家都知道 如果假裝用力 就覺得奇怪 怎麼會 這個書突然變那麼重 突然變那麼重 突然變那麼重 就是這個樣子 喊123用力的時候 兩個人都可以有兩個選擇 用力跟假裝用力兩種 然後呢 大家也是同時做決定 所以就可以用這個賽具 來描述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就把它寫下來 John跟卡爾兩個人 John跟卡爾兩個人 所以呢他們 123大家一起用力的時候 有兩種選擇 一個是用力 一個是假裝用力 假裝用力 然後呢 對卡爾來說 也是這個樣子 用力跟假裝用力 卡爾 兩個 兩個情況 好 然後呢 我們就把報酬寫下來 如果兩個人都一起用力的話呢 大家就知道 家具很快就可以幫忙 家具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幫忙 所以我們就把它寫下來 記得 第一個 是 for 卡爾的 第二個呢 是for John的 我們要把它寫下來 這個 四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 是兩個大家都一起用力 所以第一個呢 第一個數字是 for 卡爾的報酬 第二個數字呢 是for John的報酬 是for John的報酬 好 那如果兩個人都假裝用力呢 那你知道這個情況就是 這個書桌呢 這個書櫃呢 要搬一天才可以幫忙 大家都突然覺得 書櫃變這麼重 書櫃變這麼重 要搬一天才可以幫忙 搬一天才可以幫忙 所以就是一跟一 一跟一 好 那另外兩種結果呢 如果有人 如果有人 如果有人是怎麼樣 如果有人 假裝用力 有人用力 那結果會怎麼樣 結果就是用力那個人 會閃到腰了 用力那個人會閃到腰了 那不用力的人呢 桌子就搬不回來了 桌子就搬不回來了 所以 我們就把它貼到 桌子就搬不動了 所以就是 閃到腰那個人呢 就是貼薩龍巴斯 貼一個禮拜 所以就複死 所以一樣啊 一二三一起用力 有人就真的用力 剛開始真的用力 他可能也還是可以 搬一陣子 搬一陣子 可是後來就覺得 有多痠痛的 他就繁不下去 所以就是複死 假裝用力也就得到力 因為出桌 還是沒有辦法繁 閃到一號就走 回家休息 所以 這個 這個game 長這個樣子 好 找一下代理軍團吧 你用那個 Undesclomation 我剛剛前面講 這個話題現在的方法 戴綠帽子的方法 戴綠帽子的方法 來 Undesclomation 來找一下 看看那個 內型軍團是哪兩個 我已經跟你講哪兩個 應該是 內型軍團是 哪些會是內型軍團 哪些會是內型軍團 好有沒有人找到了 有沒有人找到 有沒有人找到 畫底線的方法 畫底線的方法 你會找到內型軍團是哪兩個 同時用力 同時用力 講中用力嘛 同時用力跟同時講 不錯 你會答這個 這個小法 大家就會拿兩分 拿兩分 下一個應該出三題 兩題是這個題目 另外兩題就拿到 好 來我們來做一次 作業兩題也是這種題目 來 給定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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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爾 用力的話 卡爾 是用力 還是 不用力 所以 我們就找到了 兩個內型軍團 我們就找到 兩個內型軍團 所以 這個例子 大家可以回去練習一下 大家回去練習一下 作業的題目 也是類似像這種題目 所以 如果你會 underscore 那你大概 就可以很快速的 把這些 把這些 那個 內型軍團找到 啊 寫內型軍團的時候 有些時候你可以寫 他們的策略 他們會出牌 或者你可以寫報酬 那個我都會算你對 所以 內型軍團就是 這兩個 內型軍團就是 這兩個 有沒有問題 這個部分 OK 內型軍團就是 這兩個 內型軍團就是 這兩個 沒有問題 這個你要 學會 很快的找 因為這個是 算是 下 這個選擇 後半段 算是最簡單的部分 就是underscore 沒有這個很機械的話 你只要背起來 快速找 那你就可以拿 那考試一定會出這種題目 那你就 就很快就可以拿到 很快就可以拿到 好 可是接下來你可能會有個疑惑 你可能會有疑惑 什麼疑惑呢 我剛說 我剛說 這個內型軍團發 概念發展出來 他要幹嘛的 幫你預測結局啊 對不對 你看到這個局面 卡爾跟John一起搬出貴這個事情 你就說 好 那這個 這個內型軍團幫我預測結局 結果他跟我說 有兩種結局 我就想說 脫褲子胖屁啊 兩種結局 我要知道哪個是最終結局 你跟我講這有兩種可能性 不過往好方面想啊 至少是個結局 要幫你刪掉兩個 刪掉兩個 兩個是可能 最後結果也還是不錯啦 幫你抓到最後兩個出來 可是你就會有疑惑說 好 內型軍團你跟我講 這是兩個結果 好 兩個結果 可是我有沒有辦法 在這兩個結果上面呢 抱歉 抱歉 好 可是呢 我有沒有可能呢 我有沒有可能 我有沒有可能說 在這兩個結局裡面呢 再進一步去找出 最終可能的結果是什麼 我有沒有可能 從這兩個結果 因為內型軍團 我說他 概念發展出來 就幫你預測什麼 是最終的結果 叫他跟你說 好 四種結局裡面呢 有兩個是可能是最終結果 那你就會想說 好吧 我跟你想說 我是要問最終結果是什麼 你給我兩個結果 你給我兩個結果 那 不過我無魚蝦也好 至少幫你三兩個 那 我就會有興趣想說 好 OK 你給我兩個結果 那我接下來要問 那最終可能的結果 會是什麼 從這兩個裡面 我要挑個最終可能的結局是什麼 他們後來那個賽局的理論 理論的那個專家呢 他們後來就這個事情 怎麼樣在幾個內型軍團裡面 挑出一個 因為內型軍團他幫你做第一件事情 四個結局幫你 四個結果幫你三兩個 像剛剛說的就不錯 四個結局 四個結局幫你三 三掉三個 得到最後這一個 那你就知道 所以結局會是這裡 二次大戰的時候 這個也是最終的結果 可是這個情況 四個結局幫你三兩個 哇 得到兩個結果 你怎麼樣在這兩個結果 挑出最後一個可能的結果 賽局理論家 他們發展的一個概念 這件事情呢 叫做refinement refinement 就是說跟你說呢 OK 有些時候內型軍團是這個樣子 他的概念呢 Johnny他們那時候盯出來的概念 有些時候他在這個賽局裡面 找出來的結局 會不會只有一個 會有兩個三個以上 會有兩個三個以上 那這個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呢 當然是跟他 為了要確保那個存在性的那個 特性有關係 那這個太複雜了 我就不會講 他為了確保那個存在性的特性 就是確保每個賽型 都能夠有一個這個內型軍團 結果就是他那個條件比較鬆 比較鬆的結果 就有些時候你會在某些賽裡面 找到兩個或三個以上 或是說很普遍 在很多情況下 你會找到兩個或三個以上的類型軍團 那 後來的人 就在他的基礎上 繼續進一步去擴展他的工作 我們怎麼在兩個或三個裡面的類型軍裡面 找出最重要的可能的結果 他們發展這個概念 就是做refinement 就發展出這個概念叫refinement refinement呢 有很多種refinement的辦法 比如像加入說 如果做決策會有很小的機率犯錯 有這種refinement的做法 可是這個人非常複雜 我就不講 我們先來講一個比較簡單的概念 有個人叫做sherry 有個人叫做sherry 他發展出一種refinement的辦法 這個叫做sherry point 或是說叫做focal point 他就發展出一個這樣的概念 他就說 你看到這樣子兩個內型軍團的情況下 你怎麼找出最後哪一個是可能的結局呢 他就說 你可以去看看這兩個player 他們所處的文化或習俗是怎麼一回事 怎麼一回事 這怎麼來理解呢 來 卡爾跟John這兩個人一起在搬書櫃 如果John用力的話 卡爾一定會用力 因為用力比假裝用力好 如果John發展的話 對卡爾來說 他會選擇用力還是發展 他會選擇發展 因為他知道John會發展 所以他會選擇發展 發展會比用力好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卡爾跟John這兩個人是日本人 那你覺得對卡爾來說 內型軍團會跑去哪裡 卡爾會選擇用力還是發展 用力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日本人一定會選用力 所以對你來說用力會發展好 對不對 那來 如果你今天是跟台灣人一起工作 你覺得你會用力還是要假裝用力 你會用力還是要假裝用力 可能會假裝用力 因為你知道你對手一定會假裝用力 所以對你來說 假裝用力會比用力好 所以他的概念就是這個樣子 這兩個人一起工作 到底是大家一起用力 還是大家一起發展 要看他們所處的這個文化合計 要看他們所處的那個文化脈絡而定 如果你今天是跟日本人工作 你知道你的對手是日本人 他一定會用力 那對你來說你要用力還是不用力 你就要用力 你就要用力 那如果你的對手是誰呢 舉例來說 不要講台灣 在一個很爛的公司文化裡面 比較像在政府機構裡面 你知道這個政府機構 大家都在怕忙 大家或是說去當兵 當兵的時候大家都在打混 你知道你的對手會打混的時候 你要打混還是用力 你就會跟著去打混 你就會跟著去打混 所以這個就是他的idea focal point 看你這個工作人所處的文化或習俗而定 那我這個sign 看起來非常簡單 其實他後面有很深遠的意涵 就是跟這個東西有關係 你來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討論這個事情 不是一起搬出櫃 而是說在一個公司裡面 在一個公司 那這個公司的文化是普遍 大家都很認真 工作的那個文化的時候 你想想看 會發生什麼情況 就跟這個很類似啊 如果今天這個公司 公司的文化是 大家都是習慣 都是景緬奮發向上的時候 對不對 那你跟你的同事一起做誇獲的 你就suppose你的同事會努力工作 那這時候你要打混好 還是要努力工作好 你就會覺得 如果你的同事是會努力工作的話 你就會努力工作對不對 你預期你的同事會努力工作 結果你就選擇努力工作 你的同事也預期你會努力工作 所以他也努力工作 結果是大家都努力工作 對不對 你預期你的同事努力工作 結果你也努力工作 你的同事也預期你努力工作 結果他也努力工作 結果就是說 你們最後選擇的結果 就是justify 本來大家在預期 所以這個公司呢 他的勤勉向上文化 就會一直維持下去 好我們看到另外一個例子 我要講其實第二個例子 我要講第二個例子 政府機關 大家都知道台灣這種機關 大家都在打混摩魚 大家都在打混摩魚 不要說 打混摩魚 好了 在政府機關裡面 如果你知道大家都會打混摩魚 一起做發覺的時候 你知道你的對手會打混摩魚 請問你要打混摩魚好 還是用功好 打混摩魚好嗎 用功你就是0 用功你就是閃到腰負石 對不對 用功你就是閃到腰負石 打混摩魚好 你至少還是1 對不對 如果你的對手會打混的話 你一定也會打混 那你會不會 你預期的對手打混 所以你選打混 你的對手會不會也預期你打混 會啊 你的對手也預期你打混 所以 他也會選擇打混 結果就是什麼 你們互相就證明了 你大家的預期 對不對 你證實了他的預期 他證實了你的預期 結果你們這個公司的 打混摩魚的文化 就一直維持下去 就一直維持下去 而且很妙是這樣子 你去問政府機關裡面的人 大家都知道我們不應該打混 每次都會有說 所以我們要努力 要勤勉奮發向上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從來沒有人會勤勉奮發向上 為什麼 你知道勤勉奮發向上 大家都勤勉奮發向上 結果就是會到那個比較好的結果 可是為什麼是 你知道大家都勤勉奮發向上會比較好 可是你會不會選擇勉奮發向上 不會啊 對不對 因為這個情況是 如果大家都打混 只有你勤勉奮發向上 那你就會閃到腰 這就是公務機關裡面有些時候的特性 就是什麼 不做不錯 多做多錯 少做少做 不做不錯 對不對 大家都不做的時候 你多做 那倒回的就是你 對不對 即便你覺得說大家都多做的時候 其實對整個公司比較好 可是你不會多做 因為你知道你多做的話 就是只有你多做其他人都不做 那結果就是你倒回 好 你就看到說這個文化就一直維持下去 就一直維持下去 這個例子其實也可以看很多 比如說我剛剛講是一起搬書櫃 還有一種情況也是類似的啊 比如像一起上街抗議啊 一起上街抗議啊 一起搬書櫃跟一起上街抗議啊 一起上街抗議啊 一起上街抗議也是這樣的一個情況啊 一起上街抗議的時候也是類似這樣的情況啊 比如像什麼 PTT有一句名言嘛 叫做萬人想要一人到場 所以萬人想要一人到場 對不對 也是這樣的情況啊 今天你看到一個事情很阻攔 大家都說我們要一起上街抗 如果是萬人想要一人到場你去了 那結果是什麼 你就會被警察揍啊 等之後一個人就會被警察揍啊 如果大家都不去 那就fine 我們在家裡幹掉了 那大家就是那個一跟一的結局 可是呢 如果你suppose 這些鄉民全部都會去 請問你會不會去 你可能覺得去會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你們去了 你會被警察打 然後大家都參與歷史的一刻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去的話呢 人家反而就炫了 你沒有去 真可惜 然後你就會覺得 變成西邊嘛 你會覺得變成西邊 所以 一起上街抗議也是類似這個列戰 如果你suppose對手會去 你會不會去 你會去 就是說 你suppose大家鄉民跟抗議會去 你就會跟著去 因為大家會去參與歷史的一刻 可是如果你suppose 大家都不會去的時候 你會不會去 你不會上街抗 你會不會被警察打 很淒涼之後 你跟在街頭 其他人都沒有 你就被警察揍 對不對 所以這種情況下 如果你扯ose大家會不會去的時候 你就不會去 那是不是也是像這樣 這樣的一個例子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在一個普遍 一個社會裡面 大家存在公民意識的情況下的時候 普遍存在公民意識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看得到 普遍大家都有這個習慣上街頭 那很多時候你就可以看到說 那個事情很容易就被修正 可是如果普遍大家都比較冷漠的時候呢 事實上大家也會比較選擇冷漠 大家也會比較選擇冷漠 那你說選擇冷漠是大家 每一個個人的錯嗎 不會 因為這是他的理性節 如果大家都冷漠 你去上街頭就是你被警察打 對就是你被警察打 所以這個是他的理性節 而且如果大家普遍都上街頭 你就會知道說這個文化呢 公民參與公民素養 這個文化會一直維持下去 就像我剛剛講 勤勉向上的這個文化 可是呢如果是普遍大家都是冷漠的社會 或普遍公私都是發展的 那公私文化呢 這個習俗也會一直維持下去 這個維持也會下去 那也可以說是個別人的錯嗎 不會 因為個別人他都是理性之力 他說是理性之力的 如果你冷漠我也會選擇冷漠 我如果你不能冷漠我一樣 你會選你不能冷漠 那所以在這邊你可以看到 這個事情就是說 有些時候我們講說 傳統或社會習慣 為什麼是穩定的 為什麼是穩定的 我們剛剛講說勤勉向上的文化 或那個發展的那個文化 都會一直維持下去啊 為什麼 你就可以看到說 因為在裡面的每個個人 follow這個社會習慣 follow這個社會習慣 或follow這個傳統 其實是對每個個人的理性解 其實對每個個人是理性解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為什麼傳統或社會文化 有些時候它是stable 因為follow這個東西是穩定的 是follow這個東西 是對每個人的最理性的選擇 然後這個解呢 是nash均衡 這是nash均衡 這是nash均衡 所以 你就可以在這邊 看到另外一個我要講的事情 是nash均衡呢有一種叫做什麼 我們說這個叫做self enforcing的這個特性 self enforcing的特性 self enforcing的特性 你看看 我剛剛講那個勤勉 分發向上那個文化 公司文化如果大家都勤勉 分發向上的時候 每個人都會勤勉 分發向上對不對 那這種情況下即便是沒有一個主管 沒有一個人拿著一個槍子的 你說你要勤勉分發向上 大家要努力工作 大家還是會自動選擇努力工作 為什麼 因為努力工作是理性節啊 對不對 即便沒有外在的法律規定 大家要親民向上 大家還會不會這麼做 啊這個是什麼 因為這個是理性節 這個是理性節 所以大家都是發性的平面 分發向上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nash均衡的那個自我執行 對不對 他會一直hold在那邊 那就回到我最前面講 nash均衡 分發向上的時候 大家也都沒有優勇去改變他的行為 這個結果就會一直維持下去 這個就是self-influencing 即便在這個公司裡面呢 在這個公司裡面沒有人指針你 所以要勤勉分發向上 大家還是會努力措施啊 還是會努力工作 所以這種文化就非常好 對不對 公司如果是這個樣的話 他就會公司業績日 那個增增日上啊 可是如果是那種發染的 你就知道那個很難去處理它嘛 對不對 大家就會一直self-influencing 一直維持發染的情況下去啊 那種 所以從這裡面 你可以看到這種文化或社會習慣 他有些時候他會很穩定 或他的power其實在哪裡 那個就是那些學校 所有的人包了這個事情 是因為他是自己行的 即便他知道這個是不對的 沒有辦法啊 對不對 我在公家機關裡面 我知道我也要努力 可是我的同伴會發染啊 那我怎麼辦 對不對 我努力就會做我導演 那就大家都一起發染 對吧 好啊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我最前面講的 game theory 可以給你一些不錯的音賽 像這個東西 像這個東西 好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我很快的講一下這個intensive phone game 不要講是因為 City裡面有問題是這個 City裡面有一個是這個 我很快把它講一次 然後呢 我們下禮拜呢 還會再說 還會再說 那我很快講一次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你碰到這個 碰到這種 善局的時候 你要怎麼來畫你的 phone 然後你要怎麼來 來求警 先給大家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這樣作業就知道怎麼做 那我們下禮拜呢 大家做完作業以後呢 我們再回來講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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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前面講那個 叫做normal phone game normal phone game normal phone game 我們說什麼 它是大家同時做決策 Player move simultaneously 大家同時做決策 可是呢 我說過 我有說過 很多時候呢 你在實際的局面的時候呢 其實不是大家同時做決策 很多時候是大家依序做決策 在這種情況下呢 時間跟information 其實就會是重要的 那時間跟information 這個兩個概念呢 在篩訊裡面 我們一樣有辦法來描述它 我在今天 我在這邊呢 不會講什麼是 不會談說 資訊 那個資訊的部分 比較複雜一點 比較複雜一點 可是我還跟你講說 時間 如果大家是依序決定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會用momom phone 來表示它 我們會用insensitive phone game 來表示它 就是大家依序做決定 我們直接講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呢 跟那個什麼 跟你們作業的那個例子 有點類似 你可以回去想想看 用這個例子來出發 來想想看 這個例子呢 這個例子是什麼呢 教你 怎麼樣做出一個有效的威脅 我們現在在教黑道一下 教你怎麼做出一個有效的威脅 好 好 怎麼做一個有效的威脅 舉例來說 這個例子這樣子 大家應該都有這個經驗 然後在住宿舍 都會有這個樣子 有些說 住在那個 住在那個集合住宅裡面 會有這種疾控 然後 有個GY的鄰居 這個鄰居呢 假覺得你很吵 假覺得你很吵 這個例子這樣子 假呢 覺得你很吵 你的鄰居 樂回你很吵 然後呢 他今天呢 好 那個 那個 早上起來呢 覺得你昨天晚上很吵 可能你去看你 地槽裡面的東西弄得太大聲了 然後Maybe沒有啦 可是他就比較敏感 他就覺得 你吵到我 他是宅男很可憐 三十幾歲了 他聽到這種聲音 就非常不爽 非常不爽 就嫉妒心起來了 好 然後覺得你很吵 早上來跟你敲你的門 說你昨天吵到我了 好 你們那個 那個 叫太大聲了 可能是放片子的關係 可能他不知道他就不爽 好 他又跟你威脅說 你吵到我 昨天睡不著覺 所以呢 你要嘛 付我賠償金 三萬塊錢 不然我上寶恩告訴你 我上寶恩告訴你 好 他又跟威脅說 早上起來跟你威脅 威脅 威脅 威脅說呢 如果不付三萬塊的賠償金 如果 如果 若 若不付 三萬元賠償 賠償 賠償 上法院告 上法院告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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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碰到這個事情 你怎麼來應對 或者說 你怎麼來想這個事情 今天在這裡面有兩個Player 一個是你 一個是你的鄰居 你的鄰居來找你 跟你說呢 你昨天很慘 然後呢 給你威脅 他的威脅是什麼呢 你呢 他希望你付出三萬塊錢 那這個付出三萬塊錢 是一個付威脅的宣告 就是說 你要嘛付三萬塊錢 要嘛 我們法院見 我昨天已經收集好證據了 那個聲音 超過多少多少分 你也不知道怎麼收集 他就跟你說 他有錄音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不賠我錢的話呢 我們就上法院 他跟你說說這個位置 那請問你要怎麼去應對 你要怎麼去來想這個事情 今天呢 我們先來看看 在這個情勢裡面 有兩個Player 一個是你 一個是對方假 那你的選擇是這樣子 你的選擇是 要不要付錢給他 還是就笑一笑就不理他 這是這樣子 那 他做錯這個威脅跟你講 你的行動是要不要理他 那你可以理他 也可以不理他 你不理 你理他的話 就給他付他錢 那他就開開心一點回家 雖然昨天晚上 其實也沒有很吵的 他就聽到點聲音非常的獨攔 基督心起來了 就決定要跟你拗錢 他拗到錢了 他就回家 如果你不給他錢 請問會有什麼事情 這時候就換到他出牌了 對不對 他換到他出牌 他怎麼出牌 他要不要兌現他的威脅 他要不要兌現他的威脅 所以我們今天講說 這個叫做 How to make a credible treat 他要不要兌現他的威脅 好 所以我們就知道 在這裡面有兩個Player 你跟你的鄰居假 然後呢 你的出牌呢 就是要不要理他 你在碰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你要不要理他 你可以選擇理他 就是付錢 打發他了事 或是說 你就 笑一笑 不予理會 那不予理會的話呢 就換他出牌了 他出什麼牌呢 他可以 要嘛就 摸摸鼻子走人 被你削一頓 然後呢 也沒事 另外一個就是兌現他的威脅 他的威脅是什麼 就是上場運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賽群呢 寫成這個樣子 你 跟假兩個人 然後你的牌是付錢 或不予理會 他呢 是要放棄還是上場運 然後呢 你們是依序做決策 所以這個叫做 intensive form game 你們是依序做決策 你先做決策 要不要付錢 如果付錢呢 他就回家走了 沒事 你不付錢的話呢 換他 他 他要不要兌現他的威脅 他要不要兌現他的威脅 所以 這是依序做決策 我們下個禮拜會講得更清楚 可是我先把他寫下來 因為這個跟你們的題目有關係 大家要知道才可以知道 什麼做作業 好那今天我就把Payle 我把他寫下去 等等 我把Payle寫完 那我跟你講怎麼去解 很快跟你講怎麼去解 好 我如果是你付錢的話呢 你就是賠三萬 然後呢 他加三萬 然後give up的話呢 大家都得零 那如果上法院的話呢 上法院的話呢 我先直接這樣寫下來 上法院的話呢 可能最終法院判決呢 是 你賠一萬塊錢而已 你賠一萬塊錢 可是呢 你要付律師費 然後呢 他可能 一樣會得一萬塊錢 然後他一樣 你要付律師費 整個結構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先跟大家說 題目 在題目的時候呢 通常會給你Payle 題目通常會給你Payle 不過你要正確地去寫出你的那個結局 你要正確地寫出你的那個位置 通常第一個 那個結局裡面的第一個數字呢 是 前面那個人的 所以這個是你的報酬 你的報酬 你的報酬 那第二個人呢 是假的報酬 這個第二個數字呢 是假的報酬 所以這個第一個呢 是你的報酬 然後第二個數字呢 是假的報酬 假的報酬 第二個是假的報酬 通常我們寫 一真隨風格是這個樣子 我把這個結構寫出來 把Payle擺上去 那我怎麼想這個問題 你就可以這樣來想 假設假呢 通常我們想這個問題 都是從後面開始來想 從最簡單的情況開始來想 你看到這個情況 你不知道怎麼想對不對 這到底要不要付錢 可能付錢可能不予理會 不予理會的話 可能怕假他有兩種情況啊 他要不要兌現他的威脅 對不對 他要不要兌現他的威脅 那你怎麼想這個事情 你首先是這樣想 從後面開始來想 後面 你在這邊想 你可能很複雜對不對 你可能要想說你付錢 或不理會 不理會的話 他到底會被上法院 你不知道 可是你先從假的角度來想 假的角度就非常簡單 就是在這裡 他在這裡他就是兩個選擇 放棄或上法院 那你可以看他的報仇在這裡 放棄得零 上法院得多少 賦釋 所以哪個比較好 放棄比較好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在這個角度想 你知道假在這個角度 他如果是個聰明人 理性智利人 他會怎麼走 他會放棄 那如果他會放棄的話 在這邊他放棄你得零 你乖乖被他騙你的賦三 請問你會有賦予理會 還是要付錢 賦予理會 那這個就是 我們找可能的結局 也就是說 如果當你碰到這樣的威脅的時候 他跟你說 你不付錢賠償 我就告訴你 那你怎麼想這個事情 你就要想說 他是不是真的會對限他的威脅啊 那他如果是理性 他會不會對限他的威脅 他可能不會對限他威脅 可是當然如果他是瘋子的時候 那情況就不大一樣 對不對 他是瘋子的時候 情況就不大一樣 瘋子的時候報仇可能 我們就會調整 這個下個態度我會來講 有些人裝模賣少是有意義的 是有意義的 可是他如果是聰明的 你知道他也是理性的 你知道他絕對不會對限他的威脅 那時候我覺得是敲敲的威脅 那個 作業的這一集 九之十就是這一集 回去想想看 那我們今天沒有問題 他就上到這邊 上個禮拜我們跟大家介紹 那個賽局理論 我們跟大家介紹賽局理論 那我們先做一個簡單的複習 那個上個禮拜的時候 介紹賽局理論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記不記得我們 讓大家去踹了一個 去做了一個小遊戲 就是我們討論那個 那場戰役 就是在二戰的時候 日子軍跟美軍 在南太平洋島 在東北發生一場戰役 那時候我跟大家說說 你去想像說 如果你去美軍的話 你在那場戰役 你會怎麼做選擇 大家還記得就是說 那時候我們讓大家去想 問題是這樣 比如說如果你今天不考慮 考慮日軍 只想像美軍 然後你想像美軍的話 你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往北 一個是往南 應該大家還記得 上個禮拜我們講那個東西 你現在知道日軍 要派運輸艦來 要增援 派運輸艦的城市 那空憂在你手上 你要派飛機去攔截他 你知道時間 可是你不知道他走哪條路 他可能走北 可能走南 這個就像三國演義裡面 我看應該很多人在打三國 打三國應該知道 曹操跟曹操 曹操曹操荒隆道的故事 曹操曹操荒隆道 那諸葛亮要去埋伏他 然後他就會想說 我到底要去北邊埋伏還是南邊 就要去想 到底要去北邊埋伏還是南邊埋伏 所以這也是類似一個問題 美軍要去攔截日軍 那同樣的你就會碰到一個問題 你要去北邊走還是去南邊走 所以上禮拜我們有跟大家講了一下故事 大概你可以把A選擇做一些分析 你就可以得到說 如果他去美軍的話 他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可能是他成功攔截到日軍 然後我們說成功攔截到日軍 可是因為北邊是陰天 所以他雖然成功攔截到 可是他可能 因為是陰天 如果沒有攔截到怎麼辦呢 沒關係有三天時間 你第二天在往南飛就可以 可是你就損失一天 所以南邊的天氣比較好 所以也是DETROY PART OF TRUTHS 所以也是DETROY PART OF TRUTHS 摧毀部分的艦隊 那你可以往南邊走 南邊的話呢 可能有成功也可能有失敗兩種情況 成功就是你往南邊飛 日軍剛好也往南邊走 剛好三天可以讓你炸到手 全欠日軍 那你如果往南飛 失敗 什麼叫失敗 就是日軍其實在北邊 那你三天的時間 你就少掉一天 第二天往北飛 北邊天氣又不好 所以最後就是 沒有摧毀半燒船 然後 那我上個禮拜就是 你把那個局面的想像 給他分配個 payoff 你知道最好的情況就是 對你美軍來說 全欠日軍得到一分 最差的情況就是 摧毀 DETROY NOTHING 那就是損失一分 那中間的情況就是 GET THE DETROY PART 那我上個禮拜 大家去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同學說 你可以怎麼想這個事情 你就想說 我走北邊 我就從中GET THE DIN 那走南邊的話 我就會有 要嘛得一分 要嘛損失一分 所以 很多同學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可能會想說 我看到這個問題 我走北邊 我就得零 南邊的話 我可能賺錢也可能失敗 所以 很多同學在做選擇的時候 他會想說 這看起來像是 簡單的風險決策 我走北邊 我就賺不到錢 南邊的話 我可能有賺有賠 那要冒險的人走 南邊 不冒險的人走北邊 可是我要跟你說的事情是什麼呢 我要跟你說的事情是 這個其實不是一個冒險的局面 這個其實不是一個冒險的局面 這個是賽局 什麼叫賽局 就是說 你在做判斷的時候 對方也在做判斷 你在做判斷的時候 對方也在做判斷 你要想對方怎麼想 對方也會想你怎麼想 對不對 所以表面上看起來 走南邊 你會有機會賺到一分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不是賭博 這個是賽局 所以走南邊的話呢 你看起來表面上 有get one point的這個點 可是我上一篇 我再給大家附下 其實這個選項呢 這個結果最後會消失 這個結果會消失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賽局 對方不會走這個地方 讓你get one point 所以我上一篇跟大家說 我玩這個遊戲 玩了很多次 有人選背 有人選男 理由很多人都說 風險決策 只有一個 他沒有賠到錢 那我問他理由 他就說因為這個選項會消失 那個是在職班教的 我上次也跟大家說 那個是醫生 我慣了 這個醫生 四十幾歲的 自己又開一個醫院 自己就是當院長 所以 那個比較衝 所以他就 難怪人家當醫生 又開醫院 當院長 因為他就說 這個選項會不見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賽局 為什麼這個選項會不見呢 我們上個禮拜就是說 你其實可以把上次那個東西 用一個payoff table把它寫下來 把payoff table寫下來 那個叫做normal form 上個禮拜我們有講過這個 大家小考作業 搞過一次 大概都知道這個怎麼解釋 我們上個禮拜說 你看到這個get 我把那個報酬寫成這個樣子 那你可以來找 nash均衡 你可以找nash均衡 用那個畫底線的方法 找nash均衡 你把這個結果呢 畫成報酬矩陣來 畫成報酬矩陣 然後這個 這種是normal form game 然後我說 因為他們是同時行動 所以我們可以用標準式賽局 來表示他 就顯成這個樣子 然後呢 找到的話 我們就要猜 什麼東西是可能的結局 對不對 nash均衡跟你講了一些想法 怎麼找可能的結局 對不對 那我們就說 我們用那個畫底線的方法 來找nash均衡 那nash均衡就跟你說 所以這個就是可能的結局 那他怎麼說 他就想像說 日均如果選定不同的策略 我的最佳回應是什麼 美軍選定不同的策略 日均的最佳回應是什麼 然後 讓他intersection 讓他交叉嘛 就是互相都是最佳策略 對最佳策略的時候 那個就是nash均衡 所以我們就想說 如果日均選北的話 美軍最好的選擇是什麼 選北 日均選南 美軍最好的選擇是什麼 選南 美軍選北 日均最好的選擇是什麼 北跟南都可以 美軍如果選南的話呢 對日均來說呢 是選南都可以 所以呢我們說 北邊對北邊的這個選項 日均跟美軍都走北邊的這個選項 這個叫做內軍 給定美軍採取NOS的時候呢 日均選NOS是最佳回應 給日均選NOS的時候 美軍的NOS也是最佳回應 互為最佳回應 所以我們說這個叫做內軍 你們小考有考過 找這個東西都非常快 應該大家都有概念 那內軍就提供了一個預測 如果日均跟美軍都是理性的時候呢 他們應該會在這裡 那歷史 這場戰役的歷史的結果 也是日均跟美軍都選北邊 都選北邊 那最後就是部分的艦隊呢 部分的軍隊 部隊被送到那個城市上 可是只有部分而已 所以軍力不夠 後來日均還是被打敗 那日均的運輸船 在回程的時候 全部被拳牽 被拳牽 那個是日均在太平洋海戰 獲得的最頂點 最遠的地方 最遠的地方 那 這個地方呢 我還有一個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怎麼來討論說 我剛剛講這個東西 我說如果你今天是做賽局理論的話 就是說這個其實不是今天 基本的像主國局面 這個是賽局 雙方都互相在猜測對方的行為 所以我說日均不可能會讓你這個東西 讓你有這個可能 日均不可能會讓你這個可能 所以其實這個結果會消失 那怎麼樣 從我剛剛講這個賽局的這個談場面 來談這個結果會消失呢 第一個 這個結果不是內許軍 所以你知道如果日均是理性的話 他不會在這個地方 第二個想法呢 是用一種叫做劣勢策略的想法 劣勢策略 這個我們上個禮拜沒有說到 這個叫劣勢策略 什麼叫劣勢策略 你想想看 你在打 大家應該都有打牌的經驗 這個Gansel 你就想打牌這樣 可是我不知道打牌有沒有這種牌 就是 好吧 想打牌 大家會模糊了 因為這樣找不到一個任何的 現在目前有的那個小朋友 因為我對小朋友不熟 可以來秒數這個情況 劣勢策略是這個樣子 你看一下 如果你手上 有兩個選擇可以出 或是三個選擇可以出好了 那其中有個選擇是這樣子 不管對手怎麼走 你這個選擇呢 總是比其他的這個選擇 還要來的爛 或是一樣好 那你有沒有必要出這個牌 沒有嘛對不對 你手上 假設你今天碰到選擇 有兩個牌 或三個牌可以打 我舉例來說三個牌 三張牌可以出 三張牌可以出 ABC三個策略可以走 其中的策略叫做C C策略呢 不同的策略 對手不同的策略 會有不同的結局 所以你會有不同的報酬 對不對 我們講賽局就是這樣的 美軍有北有南 日軍有北有南 對應不同的出牌 大家會得到不同的報酬 大家會得到不同的報酬 假設我今天是三張牌 對手也是三張牌 三乘三總共九種組合 好 對你來說 假設三張牌裡面 有其中一張牌 是不管對手怎麼出 你這張牌我說叫做C好了 C對你給到的報酬呢 總是比A的報酬呢 就是不管對手怎麼出 C都是比A爛 舉例來說 如果你出C對手出A 你的C比A爛 你出C對手出B 你的出C也比A得到報酬爛 對手出C 你出C也比你出A 得到報酬爛爛 這有在講什麼嗎 不知道 沒關係等一下我們用這個來講 你就清楚了 那你有沒有必要出C 你有沒有必要出C 對不對 這個就是浪費啊 你出C就神經病啊 同樣的看這邊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事情 對日軍來說 他有沒有必要走南 他如果走南邊的話呢 美國走北邊 他就會得到0跟0 一樣 如果 如果 如果他走南邊 美軍也走南邊 那他得副1 對不對 副1比北邊得1號爛 所以你出南有沒有意義 你出南沒有意義啊 你出南要嘛跟出北一樣 要嘛更爛 那你有沒有必要出南 如果你是聰明人 你有沒有必要出這套牌 對手出出北你就得0 跟你出北一樣 對手出南你就得副1 那你還不如走北 那你有沒有必要出 沒有必要出 所以這個叫做劣勢策略 這個叫做劣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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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叫做劣勢策略 日軍沒有必要走南 所以我說 這個結果會消失 因為日軍 你如果美軍選南的話 唯一成功的情況是日軍也選南 可是日軍不會選這個 日軍不會選這個 所以這個結果會消失 這個就叫做劣勢策略 就是我說的意思 日軍不會選這個 日軍不會選南 不會選南 這個叫做劣勢策略 這個叫做劣勢策略 不過我要強調一點 這個劣勢策略的思維 跟那個NASH軍的那個思維 有點不大一樣 有點不大一樣 有些時候你找NASH軍衡的時候 NASH軍衡裡面可能會包含 某些策略是劣勢策略 那個就是不合理的NASH軍衡 那可能有些時候要排除 不過因為這堂課 我們不會講到那麼進階的東西 所以大家就知道有這件事情就好 NASH軍衡是NASH軍衡 劣勢策略是劣勢策略 劣勢策略是說如果你是理性的人的話 有些時候你不應該選劣勢策略 可是NASH軍衡是另外一種想法 NASH軍衡是說就每個結果來找 來找那個結果 大家有沒有用去改變他的行為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說那個是可能的結果 NASH軍衡跟劣勢策略是兩件事情 兩件事情大家要注意 所以我們上禮拜說這個叫做 Normal Phone 兩邊同時行動的時候 兩邊同時行動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個標準式的賽局來講 那上禮拜最後呢我們講了一個事情 這個叫Intensive Phone Game 這是什麼意思呢 雙方如果不是同時行動的時候 不是同時行動的時候 你就不能用標準式來講 不是同時行動的時候 大家是依序行動 這時候呢Timing可能是重要 然後Information可能也是重要 Timing是什麼 大家先後行動 先行動後行動 那個情況有些時候不一樣 有些時候先行動的人會有優勢 有些時候後行動的人會有優勢 很難說 非常難說 要看整個局面 先行動不見得好 後行動也不見得不好 不見得不好 先行動他可能有先佔優勢 可是呢 他可能就會miss掉 就是說我就不知道 後面那個人會採取什麼行為 後行動的人呢 你可能失了現機 可是你會知道 另外一個人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Information 你是不是可以知道對手行動 後行動他可以知道 因為你已經出牌 我就知道你出什麼牌 可是相對來說 你就會失去現機 所以很難說 很難說到底哪個好 哪個不好 不知道 可是我們知道先後行動是重要的 行動是重要的 然後Information 在這裡面也是重要的 Normal Phone Game裡面 大家都一起行動 所以Information也不重要 因為大家一起行動 你就不知道對手的情況 你就不知道對手的情況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描述這個 不需要描述這個事情 可是很多時候 採討行動的時候 你就要去描述這個事情 那 你是不是可能知道對手的行動 你也需要去描述這個事情 那上個禮拜呢 我們就用這樣一個例子 這個 怎麼樣做一個有效的威脅 怎麼做一個很像是在黑道上課一樣 怎麼樣去威脅人家才會有效 那你們的那個作業第十題 作業的最後一題 也是在講類似這樣的一個故事 類似在講這樣的故事 那我們再仔細來講上 你在最後我們這邊講很快 不過我猜大家做過作業一次以後 應該就會有概念了 所以我們這樣講應該就會清楚 舉例 這個例子是這樣子 我們用這個例子來說 假設你旁邊住一個甲 那這個甲呢 GY人 覺得你很吵 覺得你很吵 昨天晚上 你可能看你低潮裡面的東西太吵了 看卡通 看卡通 看卡通放比較大聲 真心還成了片 不要想到別的事情 你看卡通 他就覺得很吵 因為他看不到 賭爛 所以早上起來就跟你威脅 說 如果你不付錢的話呢 我就上草再告訴你 很恐怖 告訴你 要幫你就付錢 你聽到這個威脅 你會怎麼去理解他 你聽到這個威脅 你會怎麼去理解他 我們就用一個extensive form game 來講這個事情 你呢 做什麼選擇 你在這個情況下 他先做威脅 他先做威脅 跟你說不付錢 就上法律件 然後現在就換你出牌 你可以出什麼出牌 要嘛你他乖乖把錢拿出來 要嘛 就不要理會 那假設他的威脅是這樣子 就是 不付錢 那個賠償金 金是三萬 賠償金是三萬 三萬 付錢賠償金三萬 三萬 三萬 好 所以呢 你要嘛付錢 要嘛不理會 那你不理會的話 接下來排局就換到他 他剛剛說 說你不付錢的話 我要上法來告訴你 所以接下來就換他 他的決策就是什麼 要不要上法去告訴你 所以在這個局面裡面呢 基本上就是三步 第一步他來威脅 那因為他已經威脅了 我們講到第二步 所以我們就不去看第一步了 第一步就是他威脅你嘛 他威脅說不付錢 我們就上法律件 然後你呢 接下來換你 你要怎麼想 理會或不理會 好 你理會他付錢乖乖有事 自己摸摸鼻子認齋 好 這是一個 然後如果你不理會呢 排局再換到他 他的槍 他換到他的時候 他的作為是什麼 他要不要兌現他的威脅 對不對 他要不要兌現他的威脅 所以大概局面是這個樣子 你理會或不理會出牌 你不出牌以後呢 就要換他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東西 用擴展式賽局來表示他 首先是你 這個小圓點呢 這個小圓點 小圓圈 在那個賽局的數裡面 我們說這個叫做Node MODE 這個叫做Node Node呢就是說 通常是在一個Node上面呢 我們會標 標上Player 在做Player 那個標是什麼 就是到那個點的時候呢 標Player 就是那個Player在那個Node裡面 他要下決斷 他要下決斷 所以你在這個Node上面呢 第一個這個是AlphaNode 假設我說這個是AlphaNode 在AlphaNode上 你要下決斷 你下決斷是什麼 付錢還是不理會 付錢的話 遊戲結束 遊戲結束 你呢 付出3萬 他呢 賺3萬 賺3萬 遊戲結束 我們把Payoff寫在最後面 Payoff寫在最後面 然後通常 會標明 那 比較簡單的賽局很清楚 比較複雜的時候就會標明 誰是誰的Payoff 那在通常比較簡單說 第一個呢 就是你的Payoff 第二個呢是假的Payoff 你考試的時候 如果要把它倒過來寫也可以 不過你要標明清楚 自己也不要搞混 第二個 Node 如果你不理會的話呢 這個叫做Node Beta就換假 要做決斷 假的決斷是什麼 要不要兌現這個威脅 要不要兌現這個威脅 所以他有兩個 一個是對線威脅 就真的上法院 另外就是放棄 放棄的話呢 大家沒師沒得 所以0跟0 如果上法院的話呢 上禮拜我把報酬已經寫給大家了 上法院的話呢 大家都要付出5萬的律師費 這個叫做律師費 5萬這個叫律師費 5萬這個是律師費 這個是律師費 這個是律師費 然後呢 法院呢 如果上法院的話 假設 假設最後你一定會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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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輸的話呢 你就會賠1萬 他就會賺1萬 你賠1萬 那賺1萬 假設最後一定會輸 就賠1萬他就賺1萬 所以呢 如果是上法院的話呢 對你來說報酬就是負6 對他來說呢 報酬是負4 所以對你自己來說 你會怎麼想 如果你不用賽局來分析的話 你可能想的事情是這樣子 哇這傢伙有機外人來告你 然後他跟你說 乖乖付錢3萬 不付錢就上法院 上法院就是賠6萬 對不對 上法院就賠6萬 如果你沒學過賽局 你可能就是這樣想 對不對 你要上法院 雖然你知道說上法院 所以你最後最多只會賠到1萬 可是呢你最後 還要再付率之費 就是負6萬 他跟你說賠3萬 你可能摸摸名字就認了 可是如果你仔細想 你這個想法是錯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叫做賽局 你要想的事情是什麼 如果你不理他 你會不會真的賠6萬 這取決他要不要兌現他的威脅 這取決他會不會兌現他的威脅 如果他不上法院的話 那就沒事 他上法院你才會有賠6萬的問題 那他會不會上法院 你就來想 如果他在這邊下決斷 他在貝塔之後他會下決斷 他的決斷是他放棄他得利 他上法院他會賺1萬 可是他還要付出5萬的律師費 他還要付出5萬的律師費 所以結果是他會賠4萬 他會賠4萬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他來跟你威脅說 欸 要嘛賠我前3萬 要嘛大家上法院賠6萬 你會真的理他嗎 你不能只是想說上法院賠6萬 你要想是說他會不會兌現他的威脅 他會不會真的上法院 對不對 那結果是說 如果他是理性的人 他是理性的人 你知道說他上法院賠4萬 雖然他會從你那邊拗到1萬 他最後自己要賠律師費5萬 對不對 結果就是你知道他一定不會上法院 他會放棄 那你既然知道說他只是講講 他不會真的上法院的話呢 最後你就會不於 你就會怎麼樣 你就會不於理會 你就會不於理會 最後你就會不於理會 所以其實我這邊有個重點 有話講 講清楚 威脅要有效 要讓對方知道如果不從的話呢 假必定會兌現威脅的內容 那你知道在這個情況下呢 假絕對不會去兌現他的威脅內容 所以你知道這個東西只是講講的 他是理性的人 他一定會選擇放棄 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有個重點 你會乖乖付錢是什麼情況 你會乖乖付錢的情況 是你去比3萬跟6萬 賠的比較多 對不對 你會乖乖付錢的都是 你會去比6萬跟3萬啊 上法院你賠6萬啊 付錢你賠3萬啊 你就會想說那我乖付錢就算了 可是你要想一件事情 上法院這個6萬是因為他要兌現他的威脅內容 才會有這個6萬的問題 可是實務上你知道說 如果他是理性的人的話呢 他不會去兌現他的威脅 為什麼你知道他不會去兌現他的威脅 因為零比負四還要來得好 零比負四還要來得好 所以如果說他要從你那邊拗到3萬塊錢 那他的重點就是要讓你相信他真的會上法院 可是你知道他真的不會去兌現法院 因為你知道他是理性的 好來我再強調一下 要讓他兌現威脅內容的重點是什麼呢 這個P是假要讓你知道 假要讓讓讓你知道 知道上法院是他的他的理性解 理性解也就是說我們一般賽局在討論的時候都講一看人是理性之力 他來跟你騙錢要你拗三萬 他一定也是想要從你那邊撈到3萬 他一定也是想要賺錢 那你知道他是聰明人 上法院的話最多我只賠你一萬而已 雖然我老名會賠到6萬 所以他就說我可以從你那邊撈到3萬 可是他也要賠5萬 他從你那邊拗到1萬 可是最後他還要從 賠給律師費5萬 賠給律師費5萬 最後他是賠4萬 所以他要讓你知道上法院是他的理性解 可是基本上就是從這個局面來看是不可能的 對不對 所以你就不會去相信他 從這個局面來看是什麼 impossible 不可能 不可能 這不可能是他的理性解 也就是說從這個局面來看呢 你知道對假來說 他如果是聰明人 他絕對不會上法院 因為這不是他的理性解 對不對 他不是他的理性解啊 他絕對不會上法院 所以你就知道不會去理會 所以他當他還跟你說威脅的時候呢 你也 你自己心裡也就想 我知道你也是聰明人 聰明人你上法院你是賠6萬 那你是賠4萬 雖然你可以從我這邊拗到1萬塊錢 可是最終你也是賠 那你會不會去浪費這個時間 你不會去浪費這個時間 所以我知道你不會去浪費這個時間 那我幹嘛要理你 我就不會去理你 我就不會去理你 所以我們求這個賽局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求的 今天站在你的角度上 你是先去想對方怎麼想 對方的理性解是什麼 然後你再根據他的理性解 你知道現在你比的不是-3跟-6 你比的是-3跟0這件事情 所以結果就是你會不予理會 來我這邊講了幾個事情 第一個 你在做判斷的時候呢 你講像說對方這個假是理性的 那根據他的理性行為 我再來回想說我的理性行為是什麼 那他的靈原就是他一定是自立 他只考慮他自己 他選擇對他最有利的對不對 先考慮他再回來考慮我自己 那假設他在BetaNode上是理性的 所以我在Beta或Lafa上面呢 我也可以承取理性的作為 這個叫做Supportual Reignalty 這個假設叫Supportual Reignalty 有時候擴展是賽局不會走兩個Node 那個Node會一大堆非常非常長 那通常我們就是從這個賽局的最簡單的局面 最後這個局面 像剛剛你在BetaNode上面很好想 對不對 如果你在Alfa這邊想 你就會想說我可能會是-3還是會是-6 可是我說錯 你要從Beta開始想 從後面開始想 對他來說他要不要去上法院 要先從後面開始想 想像他每一步每一步都是理性的 通常解擴展式賽局是每一步每一步 都想像大家都會是理性做決策 那最後面的人做理性做決策 所以一步一步往前推 推到最後看你第一步的人你要怎麼做 一步一步想像大家都是理性做決策 這個事情我們就叫Supportual Reignalty 每一步大家都是理性在求接的 第二個我們求也就是從後面求過來 所以這個叫做Backward Induction Backward Induction 逆推法 從後面一路一路推回來 從後面一路一路推回來 從後面最簡單的局面 你碰到這種在局 就是從最簡單的 比如說Alpha BetaNode上面這個最簡單 想說他會怎麼做決定 最後再往前推 Alpha你在想的時候 不是-3跟-6 你是-3跟0 因為你知道在Beta上 他一定會選這個放棄 所以你是-3跟0在選 所以你就不用理會他 這個叫做逆推法 這個叫逆推法 找到這個解呢 叫什麼呢 我們在考試小考的時候 有說找到這個解呢 我們叫他指賽局完全均衡 Subgame Subgame Perfect Equilibrium EQ我就選EQ就可以了 SPE簡稱SPE 這個叫做指賽局完全均衡 這個叫指賽局完全均衡 好 這個有沒有什麼問題 OK啦 你們作業裡面還有最後問題 最後問題就是說呢 如果這個威脅的人呢 他讓你覺得他是瘋子 他讓你覺得他是瘋子 好 如果今天呢 情況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剛剛講 這個呢 我們可以這樣想 背後是什麼 SPECAL RATIONALITY 每一部檔都是理性的 那通常我們說對方是瘋子的時候呢 我們一樣假設他是理性的 只是說他的效用函術易於常人 我們現場是這樣談 我們現場是這樣談 不會說他不理性做決策 也是說他會理性做決策 只是說他的效用函術易於常人 所以我今天這樣講 如果今天這個假呢 讓你認為他可能是瘋子 什麼是瘋子 以上法院為樂 什麼意思 想像說今天這個假呢 天天在家 你知道他是個虔誠的信徒 每天吃災拜佛 每天吃災拜佛 然後呢 做決策前 會先去掛揮 他如果掛揮的時候呢 掛揮說 今天上法院 諸事大儀 就算最後賠錢了 想像說 掛揮得到的結果是說 誒 上法院呢 我可能雖然是 雖然可能最後會賠錢 可是呢 會有什麼好運加值之類的 然後今天剛好 某個神明在法院裡面去 你離去他法院走一趟 雖然你要富裕之陷 可是你會得到的爽度 神明加值過 下個明年運氣都會變 假設他是這種人 假設他是這種人 就跟他一口怪貴 給你一口怪貴 好了 如果他今天每天都覺得他 你知道他是這種人 你知道他是這種人 那他來威脅的時候呢 跟你說 你最好付我三萬 不然呢 我就會上法院去告訴你 你知道 他不知道 你知道 他有可能 今天回去掛揮 掛揮完以後 神明說今天上法院 是個大姨 會帶來好運氣 那他可能就會上去 那他可能就會上去 那這時候 如果你知道他是這種人 那你的決策就會不大一樣 你的決策就會不大一樣 我們可以來想 你今天同樣 研上面這個局 研究研究上面這個局 我們把那個 我們先把基本的順序講清楚 第一個 你可以決定他來威脅你 要嘛付錢 要嘛大家上法院 付錢就乖乖了事 你不理會他的話呢 接下來他就回去掛揮 所以有個Nature 通常賽局裡面有個那個Nature 就是說呢 他是一個特殊的Player 他也會決定事情的結果 可是呢 跟一般的Player是不一樣 是說 比如像你做決策 假做決策 都是會根據報酬 來做出對自己利益最好的決策 賽局裡面呢 有一種特殊的Player 這個Player叫做Nature 老Game 他怎麼做決策呢 掛揮在決定的 有個Probability 有個機率 有個機率 所以想像他回去就掛揮 掛揮 二分之一跟二分之一的機會 二分之一的機會呢 今天神明沒有指示 所以他就是照正常反應 照正常反應 正常 如果放棄的話 他自己得零上法院 就是負六跟負四 sorry 這邊是有個負的 負六跟負四 負六跟負四 如果他今天掛揮呢 神明說諸事大 情況就變成說 他放棄是零跟零 上法院的話呢 他雖然會賠到錢 可是他會有個精神的爽感 以上法院為樂會加到十 所以如果他今天讓你覺得他是瘋子 他可能會以上法院為樂 基本上我再強調一次 我們在分析賽局的時候 基本上假設每個人是理性的 即便是瘋子 我們也會說他是理性的 只是說他的效用函數 易於常人 但覺得要負錢的 要負錢 比如像說 Control那邊拗到一萬塊錢 負綠稅五萬 最後等到負四萬 可是他會有這種奇怪的爽感 上法院超級爽 上法院超級爽 這個叫做瘋子 就是一般人不會覺得上法院很爽 可是他會覺得很爽 為什麼因為今天聲明跟他說 你今天上法院的話 來一年一年運氣都會大好 所以雖然他最後賠錢 他會覺得很高興 這個我們 賽局裡面我們分析說 這個叫做瘋子 就是他的效果難度 跟一般人的想像比較不一樣 可是他還是理性之力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幾個Node Alpha 然後本來的Node Beta Gamma 然後老天的部分是做機率做決定 我就不寫了 如果他是正常人的話 他怎麼做決策 0跟富士相比誰比較大 0比較大一定是Give up 可是如果他今天突然變成上法院為樂的人 他突然覺得上法院為樂的人 富士加10會是多少 6 6大有0他就會決定上法院 所以如果是這種情況的時候 這種情況的時候 如果你不予理會 你不予理會 來我們把它寫下來 如果你不予理會 如果你不予理會 若不理會 不理會的話 你知道 他二分之一的機會 他會是正常人 所以二分之一的機會 是正常人 正常人 那一定會 一定會Give up 這時候 你會得零 你會得零 就是說他不會上法院 可是呢 如果他今天寡規 他就變成瘋子了 二分之一的機會 他變成瘋子 寡規二分之一的機會 他變成瘋人 瘋子 他以上法院為樂 那這樣你會多少 你就會變成是 你得 你就會得-6 二分之一的機會 你得零 二分之一的機會 你得-6 那這時候你會怎麼選 選擇就會變得比較困難 今天這傢伙 我來跟你威脅 說 你昨天實在有夠吵了 你最好賠我三萬 不然大家法院見了 你就會賠六萬 你會怎麼想 如果他是正常人 你當然覺得說不要理他 因為你知道 不是賠三萬跟賠六萬再選 是賠三萬跟底再選 所以你就會不理他 可是如果今天那個情況是說 你感覺瘋瘋的 你知道他今天瘋瘋的 他可能今天是正常人 就沒事了 結果他今天是通完瘋 他沒有辦法 因為他覺得很爽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 你今天就不是 負三跟零再選 你是負三 跟二分之一的機率會是零 二分之一的機率會是負六 那你要怎麼選 選擇就會變得比較困難 你可能會乖乖付錢給他了事 你可能會乖乖付錢給他了事 那這個呢 這時候他的威脅就變成是有效了 對不對 這時候他的威脅就變成是有效了 他的威脅就變成是有效了 他的威脅就變成是有效了 所以從這裡呢 你就可以來想個問題 那個北韓 北韓有個叫金正日的 已經過世了 我為什麼講金正日不講金正日呢 因為大家知道金正日是金三胖 那個十八號 十八號你不覺得他很聰明 他老爸可能很厲害 金正日 金正日就是厲害的角色 他在九零年代的時候 兩天年的時候呢 沒事都會有一些奇奇怪怪狂言 說欸 我們要發展核彈 然後呢 這個 沒事爽了 就會射一顆飛彈射到日本海那邊 那大家都跟他叫小小欸 那你想想看 他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裝瘋子 那有沒有意義 他那時候人家說他在北 他在一九九年那時候玩了很多 叫做核額炸 核額炸 什麼意思 就天天在跟你說 欸 你最好乖乖給我錢 不然我就射飛彈 我就射飛彈去打到你 我就射飛彈去 我就射核彈去打你 我有沒有核彈 我有沒有核彈 可能有可能沒有 那你也不知道 跟你說可能有可能沒有 如果真的有的話 我就射飛彈出去打你 他知道核彈這個狀況是這個樣子 你拿在手上大家都很怕你 可是如果你核彈丟出去了 那美國就會把人家炸爛 美國就會把你家炸爛 所以核彈這個狀況就這樣 你丟出去人家就會把你炸爛 所以你不會炸 可是你要丟的錢 大家都會怕你 因為大家也怕被炸爛 那他老兄就是玩這一招 他就玩這一招 他就天天在裝瘋子啊 裝瘋子 然後沒事就說 欸我可能會有這個東西喔 那有這個東西 我搞不好心意不好就拿來炸 他也知道 你拿出來炸 他一定會被炸爛 可是他就天天拿出來威脅你啊 他天天拿出來講講啊 然後裝成他是瘋子 理性的人你知道 他絕對不會拿出來炸 可是他今天就裝他是瘋子 那有些人不明就也 就覺得他是瘋子 可是你從這邊看 你覺得 他這個是不是 極端理性的行為 他很有可能是極端理性的行為 他就是要裝瘋子 那才可以騙得到錢嘛 才可以騙得到東西啊 所以金正日玩這一招 然後一直以來90年代以後 以前他們都是靠蘇聯在資助啦 那後來蘇聯解體以後 他就要想辦法去 國際社會上跟人家騙東西嘛 拿糧食來換說我不要發展核彈啊 拿糧食來換說我幾年 我不要丟東西出去啊 我不要跟你胡亂 那這個就是這種威脅啊 這個就是這種威脅啊 所以他是不是真的是狂人 他還是他假裝是狂人 金正日搞過這個嘛 然後以前的那個 以前那個海山也搞過這個嘛 然後呢 那個利比亞 格達費 這個都會 大家都覺得是瘋子 那每次他也會在 在電視上要揚威 講會五四三的啊 然後大家覺得 這家伙真是不可理 非常不穩定 這可能是一種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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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美國 你要不要賭這種可能性 你可能就面臨到這個問題嘛 即便那個風澤可能性可能很低 可是因為核彈丟出來威脅很大 那你要不要賭 你可能想說那算了 我快付錢了什麼 不要他真的把東西拿出來丟 不要把東西拿出來丟 那 所以他狂人呢 就是可能是像這種策略 這樣他才會騙得到 他的威脅可能才會是有效 他的威脅可能很有效 那你當然知道 如果是理性的話 理性的人 他絕對不會拿出來丟 你知道美國 他不會每次拿核彈出來丟 英國人不會每次把核彈拿出來丟 法國人不會每次丟核彈 因為他們是理性的 他們到核彈丟出去 最後覺得他們國家 怎麼會被殘平 所以他不會丟 可是換作是北韓 那情況就不大一樣 他就裝成瘋子 那你就覺得說 這可能有幾層是真的 有幾層是假 你不大確定 那你就不敢做 所以我說 這個他可能是極端理性的行為 好 那 這個有沒有問題 就這個部分 就這個部分 如何 如何那個什麼 做這個有效威脅呢 其實他有個有趣的故事可以說 我以前在美國的時候 偶爾會去野外走 偶爾會去野外走 然後我去那個黃石公園 大家知道 我有去過那個在那裡 在那個 那個黃大拿 然後在愛達河 這幾個時候 叫黃石公園 很漂亮的地方 那台灣 台灣人去黃石公園 都覺得去那邊是去看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間歇拳 看那個溫泉 可是我覺得黃石公園真的好 美國當地人都是去看野生動物的 美國當地人去玩都是看野生動物 然後我們就開車 然後去走那些 很少人會走步道 然後可是呢 看野生動物 那邊的野生動物可不是三類 我們就像這邊是猴子 那邊是熊 那邊是熊 所以熊子 大家幫我揍你下去 那個就很爽 那個就很爽 所以他那個都要非常注意 他一大堆告示跟你說 那個你要進入某些地方 這邊有熊 你要非常小心 我有一次就走一走走 然後街上看到一個白白的東西 我有一段時候去玩的時候 看到白白的一根長 一看我原來那是骨頭 不是人的骨頭 動物的骨頭 熊在這邊出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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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是有真的看到熊 在那個 大概七八十公尺外面 可是看到 我們就要撤退 我們就要撤退 那他們那邊都有些準則 比如像說你去這些地方 這些地方都是有那個熊出沒 它那個熊 不是像台灣黑熊這種 它有黑熊 可是它有更壯的一種 叫做Greedy Bear 這個叫做棕熊 它很大大 那個揍下去你就熟了 揍下去你就熟了 所以他都會要求你帶一些東西 他都會要求你去找些布囊 帶一些格西 有槍可能也可以 可是他不建議帶槍 他會叫你建議帶熊噴霧的東西 熊噴霧的東西 然後他也說 如果你一旦被熊攻擊的時候 大家覺得如果你被熊攻擊的時候 你要怎麼反應比較好 有人說裝死 有人說逃跑 熊看起來很大隻 可是你逃跑不見得跑得贏 我跟你說 他跑起來很快 他跑起來很快 裝死呢 是不是好的策略呢 不是 他跟你說不是 所以最好的策略是什麼 揍他 他說最好的策略是揍他 最好的策略是揍他 怎麼來理解他 我們用賽局來分析你就知道了 他說最好的策略是揍他 他在攻擊的時候呢 熊在攻擊你的時候呢 他有兩種選擇 一個是種 如果他 你被他盯上了 你被他盯上了 然後 他有兩種選擇 你可以去想 一個是他就不理你 盯上 一個是不理你 當然是你被他盯上 通常他們的建議是 你遠遠遠遠遠看到熊 你要撤退 那個是野生動物 那個不是猴子 那是野生動物 我們這邊猴子也是野生動物 可是猴子攻擊起來不會怎麼樣 熊攻擊起來會死人 你就可以想像說 他今天如果碰到你 攻擊了 盯上你了 他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走 一個是繼續攻擊你 那你如果碰到人 你一樣有可以選擇 你一個是裝死 一個是裝死 然後一個是反抗 一個是反抗 一個是反抗去揍他 如果他走的話呢 他就得零 他裝死的話 他攻擊你 他就攻擊你 他繼續攻擊你 就得二 可是反抗的話呢 他可能會因為反抗 損失一些東西 損失一些東西 得負三 那對你呢 你如果裝死 被他攻擊就是得負十 你已經被攻擊他 就得負二 那 對人來說 你就想想看 如果他知道繼續攻擊 你會裝死 那他就得 他就得逞了 他當作也是食物 他就得二 可是如果你反抗的話 他就得負一 負一跟零相比 他會選哪一個 他就算成功的 成功的把你當成食物 他最後會損失一些東西 那結果就是他會繼續走 所以你就讓他相信 你不是食物 然後他就會繼續走 所以他們的策略就是跟你說 熊看到的人 他不大能夠判點你 到底是食物 還是跟他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動物這樣子 跟你是差不多的動物 所以如果你選擇散抗的話 他就會知道說 繼續攻擊他會得負一 即便他會贏 可是他會得負一 所以他覺得他沒有一 他就會走 對野生動物來說 他們都會選擇最有效率的做法 他們其實也是非常理性的 如果他在這樣的攻擊裡面 他雖然能夠得腫 可是他可能損失一個眼睛 手受傷 那他可能下階段 他就沒有辦法存活 所以他都會選擇簡單容易吃的東西 就是說 柿子挑軟的吃這個野生動物 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不會為了一次攻擊 然後損失一個眼睛或什麼的 以前就有一些Case是什麼 有熊在美國 我們去的時候他們說 國大部門都會給你一大堆手冊 跟你說你要怎麼去應對這種事情 那其中有個例子就是說 你等一下去攻擊對老夫婦 那個老先生已經被撲倒了 可是還沒死 那老夫婦呢 就拿一針筆去插熊的眼睛 插下去熊馬上就走了 插下去熊就走了 或者說 他們說另外做的就是 你去打他的鼻子 去打他的鼻子 然後打他 他就嚇到說 這個不是 這個可能 我得走以後會損失一些東西 然後他就會走了 他就會走了 所以他們的策略是 你碰到熊 那你不要去挑釁他 你去挑釁他 你一定會輸 可是一旦你被他盯上的時候 他開始攻擊你的時候 他就說 你第一件事情想去抖他 打他的眼 讓他確認說 讓他知道 你不是獵物 那你才可以生出 這是國家工人那邊的建議 所以他們都會 最好是 他就給你那個熊噴露 有一種叫熊噴露 就是辣椒噴露去噴熊 然後熊被噴到 他就哇 好辣好辣 然後他就不舒服 他就會走了 他就會走了 所以這個是 這個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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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賽局飛在這裡面是有用的 這個是分一些 這個是國家工人當 當局的那個建議 當局的那個建議 那很有意思 大家可以去 可以去那個 探險一下寶寶寺公園 好啊 那這個部分有沒有什麼問題 擴展式賽局 沒有的話我們就先休息一個十分鐘 同學一十分鐘 就給我們應該說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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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